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 歡迎回到 我a m e 幹什麼 是的 我們又在桃園經常啦 我們又要出發了 我們要前往越南投內 要進行五天四夜的自由行 我們還會去蝦榮灣喔 喜歡旅遊vlog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這一小鈴鐺 才會收到上面通知喔 那我們就等登機吧 现在是岛上5点半的桃园机场 早上5点半的桃机又称桃机菜市场 人好多啊 我们已经提早一天出来了 去城搭乘华航CI-791 街形式空中巴士A330 台北飞往河内 飞行时间约3小时 我们购买来回机票价格约15000元 提供大家参考啰 真心觉得地勤工作很辛苦 但是为了全体旅客的飞航安全 他们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真的是很不容易 飞机骗旧 街上萤幕较小 仅可调节亮度与摄下角度 右侧有置物网带 左侧有梳妆镜 腿部有两个置物带哦 桌板大小普通 不可折叠 耳机有需要可以跟空服远拿哦 2023年8月15日起 越南政府开放台湾旅客 使用电子签证入境咯 申办非常方便 上床护照扫描以及大图照档案 脚交申办费用25块美金 借的护照照片不能与大图照相同 除非护照是三个月内心办的 包吻就是用了相同的照片 所以二次送件大概花了近10天才拿到签证 如果想提早用餐 可以预定特殊餐哦 但口味无法选择 送来时才会知道 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呢 华航与五同好合作 独家开发多款机上限定茶风味的特色甜点及饮料 这次拿到绿茶凍乌龙冰淇淋 机上的冷冻库也太强了吧 汤匙根本冲不下去啊 乌龙茶蛮浓的 但绿茶洞口感不好 跟大家说一个小秘机哦 利用偶突带与手机可结合 可以变出一个手机之架哦 怎么这么多人在接机有种接机压力感啊 真的是 真的都好紧哦 车号多少 34A340.35 看一下看一下车牌车牌 顺利上山了 它这边轿车很快耶 我们在里面点 它不到一分钟它就马上轿到车 然后这附近就是蛮多人会在门口取牌 问要不要搭车要不要搭车 但是觉得搭乌龙本还比较安全 然后我们是找到了老城区 目前当车子比算下来是394块 还蛮平衡的耶 看来我们这一趟也是龙本私立了 那这样车车只要搭多久 40分钟 然后这边整个天气就是灰蒙蒙的 灰蒙蒙 但是是不错的天气 天气不错 但是空气不好 今天走出来没有想象中的热 你看我外套还穿得住 这是刚刚在飞机上面穿的 因为我们有听很多人说 越南的海关会凋 会要收钱 但是我们刚刚是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可能有点大城市嘛 就不会乱搞一些小公司 刚刚速度很快哦 我们甚至把我们的月签 然后饭店跟回程机票给它哦 它直接退回来了 不想看 然后我们是有听说啦 如果你是转机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要去复国岛 这种很红的地方 可能它的动作就会故意慢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暗示 因为它知道你赶时间嘛 所以它就故意哦 慢慢来啊 反正你赶不上飞机是你驾驶 后面的人也没有那样 对对对 那但是我们的体验是很好 主要是排队时间啊 但是它在看的时间是很快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次来河内 我们带超多口罩 而且我们还特别带了饮药 虽然吸烟剂 越南在高速发展嘛 尤其是河内 河内还有很多的工厂 这些工厂其实应该要在郊区的 但是他们的工厂还在市区 然后他们市区又在盖房子 然后现在有钱的嘛 所以每个人都买得起摩托车 汽车 所以整个空气就很糟 大家都买摩托车 所以飞车长很多 因为滑手机制就要注意啊 不要在大马路旁边滑 你尽量在那种徒步区域 还是什么商家里面在滑 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飞车党 诈骗啊 我觉得一定又会有网友说 我在发卖教育啊 怎样怎样 但是这就是我的职业病 因为以前我们这种做旅游的 对不对 我不可能跟你说 这个地方很安全啊 你不用担心啊 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好人啊 如果你遇到坏人怎么办 你一定会怪到我头上说 导游都没讲 领队都没讲 你也提醒我们 这些事情就是你们听听看嘛 因为我没有说一定会遇到 但是你们心里有个底 如果真的遇到也比较好面对 然后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 以前前辈跟我分享的 如何避免遇到坏人啊 或者是被抢啊 还是说你的现金要怎么藏啊之类的 我是感觉一定又要被说 什么你在乱讲啊 那边自然不好之类的 每次都这样 是一个地方一定都是有好有坏嘛 像我有些朋友啊 从国外过来 然后他们在台湾玩 他们去拍照的时候 还是说什么去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他们包包放着 然后人就去点穿了 不是跟他们说 台湾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重要的东西你们还是要自己拿 而且 你就算再怎么限制在你国家好了 但也是会有其他国家的人去那个国家 诶 这是真的 对啊 所以你怎么能确定 那个国家绝对不会有方案的人 过一份小心 一定没错 和内市高速的人口膨胀 令道路的使用量大幅增加 引发严重的空气污染与交通堵塞 越南政府于2000年初提出 新建结育系统的计划 但因阵力困难 融资不易 曾发生多起 公安意外 新建结育进度相当缓慢 喜欢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尽快实现全线通车哦 这个是我们刚刚的司机 然后他人超好的 因为他这样子车子是在对象嘛 然后他帮我们行李下完之后 他就把我们拉着 带我们过马路了 嘿嘿嘿 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障碍 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学习 这个司机 超赞的 人超好的 他完全知道我们观光客 什么事情很难克服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这次要住的地方 知道什么 海北 Hotel OK 那我们现在 距离check in海照 我们先去挂行李 台北Hotel于2018年开业 是一间三星级饭店 位于河内旧城区的正中心 双人房一碗一千五百元 工作人员贴心 环境干净 很推荐咯 哇 你看他那个窗帘 好有个性哦 不过看起来是很不错啊 饮冰水 杯子 水壶 电视 然后这个是 红酒 要钱的啦 好像要钱 都要钱哦 那水呢 我说了 OMG 饼干 台灯 我还在这边很吵耶 这会听到下面这个天井的声音啊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算有错过吗 因为它是一个天井 对 就是它可以采光 但是它基本上是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然后两个床头灯 然后有插座 两个床头都有插座 不过很好笑哦 你看它这个床头柜 它为什么这么矮 这个床头柜 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 WiFi讯号增强机呢 这个还不错 虽然不知道好用还不好用 然后行李架 这边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衣柜吧 哦 这个衣柜 真的 这个衣柜非常大 然后厕所哦 这个洗脸盆的尺寸不错哦 厕所可以看得出来刚扫完啊 因为地板 还有点湿 对对对 但是很快的耶 它比我们预计早了两个小时 然后马桶 淋浴 哦 有花灑 不错耶 可是它那个脸盆头 它那个发霉也发霉 然后有木头的饰板 还挂了一幅油画 情调就出来了 好 那我们一样整理一下 等一下出发 拜拜 出来了 然后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午餐 我们要去吃一间 蛮多人推荐的法国面包 然后我们口罩已经戴起来了 你看 这边真的好恐怖哦 到处都在施工 这边出发 OK Let's go 洋人很多耶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不错耶 因为你看 像这个建筑物 感觉就 很有年代吗 这个感觉是比较贵的饭店 是齁 我们要穿这个可不可以过 穿这个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避开那个 可是有小绿人 有 好 那我们来个稳定的前行 通过了 我们要再继续往那边走 我们跟着当地人 哇 我突然有自信了 没有很难吧 这是他们的便利超商吗 Circle K不就是OK的意思吗 知道了 就是这一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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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本人 你好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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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一块应该就是干酱吧 你看它刚刚在抹的那一块 小吃摊真的很可爱 一个摊子 然后桌子椅子 桌子椅子 然后上面还有很讲究 放了面纸盒 但是我们在越南的朋友说 不要吃这个 你会绕帅 哈哈哈 我们还是吃餐厅好了 不要轻易尝试 为了我们的场位着想 哦跟大家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Kami说之前也想要买一件奥袋 因为感觉很便宜 结果她上网搜寻 她的关键字 她用奥袋店 然后她越看越安静 她说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 我说你的关键字下错了 哈哈哈 是真的怪啊 你会找到暗黑旅游的部分 真的是 又到了蜜雪冰城 来 来那边柠檬水吧 太热了 这边的蜜雪没有主题曲了 旁边就是湖 诶 这边就很多人在坐那个 人力车环湖了 可不可以那么累啊 这边的交通真的好恐怖哦 大家都是边讲电话边用手机 我跟你讲哦 这边跑外送 没有人在用手机架的 你用手机架显得你菜 这边大家都嘛边骑边滑 哦 我又顺利过了 好我们到缓箭湖了 耶 然后我们要来先找个地方吃东西 我们找个椅子吧 然后最好是有这羊的地方 这边好臭 有很多垃圾的味道 好便宜的垃圾 真的真的 这边的树看起来都好可怜哦 怎么都没叶子 诶这边有它的那个 city tour的那个小巴士 哦 那感觉坐很凉哦 好了 那我们就 坐定了 在湖边晒太阳吃东西 又买蜜雪啦 最便宜就这个了 一杯 十五千 那个台币二十块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嗯 消负 便宜来面包 有人介绍啊 然后它的评价有280则 哦 四点多克星 诶你一拿出来我就闻到那个干酱的味道了 我刚才看它好像又多挖了一匙 真的假的 哇沙比书呢 就刚刚我们买这个是招牌的 然后它是二十五千 就两万五啦 我们那时候找钱的时候算一算 诶这么少了五千块 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 诶会不会是没有五千块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门口在讨论说 它折合台币多少钱 然后老板娘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 她说她找错钱了 她想到我们点的是招牌口味 少找了五千 然后她就补服我们了 我都不知道她是本来想要凹起来 然后发现我们有怀疑 然后自己出来自首 还是她真的忘记 但反正我们就是有拿到正确的零钱 那我们就 你看 它刚刚是用鸭烤的 所以这边还有那个黑黑的痕迹 对对对对 来吃看看 咬一口咬一口 面包它是外面脆 然后里面是软的 所以咬下去不会刮嘴巴 还不错 然后它那个面包比较空心欸 通气感偏多 然后这面包蛮厉害的欸 因为在台湾吃的都是比较扎实的感觉 就是你会吃到很多面包的口感 然后料的口感 就会被那个面包盖过去 但是这个面包咬下去就比较空心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吃得到料的口感 这里面除了放肉 然后涂那个干酱嘛 然后再就是挤一堆美乃滋 这个价位我觉得很OK的 我跟你讲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剑湖对不对 这个环剑湖的湖水很绿很绿 那我猜下面应该很多藻类 所以我刚刚一直看到那个鱼 从水里面跳出来 因为那个鱼缺氧 鱼缺氧它就会跳出水里面来呼吸 所以我在想这个是藻类太多了 因为我一直看到湖面上有东西蹦起来蹦起来 我在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后来一看才知道是鱼啊 普通有欸 因为它毕竟是湖嘛 所以它的那个水就没那么新鲜 那它很努力活下去耶 它干酱不会有那种腥味 吃起来很像很碎的午餐肉 好吃 不错 然后里面有放 这是萝卜丝吧 然后有个吃起来像火腿的东西 你来吃肉吧 你咬到中间 中间感觉绕很多 现在可以买好吃耶 好爽喔 我最喜欢吃这种 一口咬下去什么都有的 咸亭堡啊 汉堡啊 三明治啊 我就很喜欢吃这种实态的食物 好像是耶 在和那个大景点会有擦鞋酱出没 不管你穿皮鞋 球鞋 凉鞋 拖鞋 它们都可以擦 而且还会硬来喔 擦完鞋后会索取高额天价的公费 甚至有时候会邀喝同伴来威胁旅客 如果被搭讪的话 记得坚决说No就对了 早上参观完环剑湖后 因为太热了 我们准备去吃冰 是一间在Google有4.4颗星 有着9000多则评价的冰店喔 好 我们刚刚买了两只冰淇淋 这间冰淇淋店非常厉害 它在Google上面有9000多瓶 它有放冰棒跟冰淇淋 然后冰棒比较便宜 冰棒一只15块 甜筒的话它一直是17块 然后我们买了两个口味 一个是绿豆 一个是椰子 我猜这是椰子 因为绿豆颜色应该会旺一点 它跟我想象中的椰子冰淇淋不太一样 它偏甜 然后比较像是椰子丝的感觉 跟之前在泰国吃到的椰奶冰淇淋的感觉不一样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泰国的那一种 它这个绿豆碰 绿豆碰 对 它吃起来就是一个冰的绿豆碰的口感 还可以啦 不能吃啊 它的冰棒咬下去一口就可以咬断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真的就是真材实料 没有用水带过去 对 因为像我们常吃的清冰 你牙齿咬下去会有一个冻牙龄的感觉 它那种一口咬不下去 那个成分大部分应该都是水 它这个就很好咬 嗯 这个吃起来口感很爽 不过感觉会越吃越渴 对 它真的还蛮甜的 然后它里面也不算座位区 但就是有一点点的小位置 让你坐着休息一下 有一个内用区 然后摆了大概十来个位置吧 蛮随意的 马上就融化了 然后我们刚刚买的时候 遇到一件事情 我们买两只这样子是30k 然后我给它10万块找 它应该要找我7万 但是我收到的钱只有6万 然后我就觉得很怪 我就回头去看它 然后它才就默默的套出1万块给我 但是这个状况 在我们刚刚买那个 大国面包的时候 也遇到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在讨论 为什么少了一点钱 我们就回去找那个店家 然后它才又掏了钱给我 一样的状况 怎么会这么快就遇到了呢? 就我们观察 它们的眼睛感觉就是 我们一回去找它 它好像就知道要干嘛 因为我们一回去找它 然后它的手 就是就往它的那个收影机那边去了 对 就是感觉没有先说 诶 怎么了 不是 我确定这次不是他们的 慣用伎俩 但是遇到两次就有点疑惑 大家拿到钱 记得看清楚是不是找对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壁纸太大了 容易就会算错 然后还有那个搭计程车 我们这次的话就是用GRAB 那是建议大家就直接绑信用卡 有很多人分享 他们这边 计程车司机 会那个鬼引擎拿手 就说你拿一张大的给它找啊 它可能这样子东点西点 然后他就说 诶 你刚刚只给我多少啊 你还要再补给我啊 然后如果你跟他有争执的话 他就会说 我不想你啦 你滚啦 你下车啦 什么之类的 大家用信用卡 比较简单啊 你跟计程车司机挥 你去跟GRAB的客服回 我觉得你跟GRAB的客服回 比较简单 1958年成立的 冰箱店 冰淇淋店是河内人集体记忆 把摩托车进店里 排队买冰 坐在摩托车上吃冰淇淋 吃完再去买一只 这就是当地人的日常 想体验河内在地人的生活的话 一定要来哦 只要你看起来是观光客 他就会叫你进来啦 这边的话 进来才是他的 算本店吧 今年是龙年啦 所以他们也有这种生肖 东西都一样的啦 他这边有多了一些 习惯的小东西 他们这边保全的功能是 他们车子停进来趴车啦 他们都没有设那种 一桌一桌的座位区 不需要啊 吃个病而已是要多久 诶 诶 这个是什么牌子啊 诶他在倒车诶好好笑 这个是什么牌子 我真的不知道诶 等下来查一下 越南车子的品牌好了 冰VEST成立于2017年 是越南第一个自有的汽车品牌 于2022年初停止生成燃油车 此后只打造电动车 有着越南特斯拉的美名哦 他们这个红绿灯五花 是不是这几年才有 所以大家普遍都还不是那么的守贵 不是嘛 大家以为那是路灯 反正就是你要记得举手啦 你举手的话那你那个过马路的 意图就很明显了 和内阁剧院附近的建筑物相当漂亮 保留了法国殖民史的特色 是很好拍照的地方哦 他们在外拍耶 哦 欸你看啦 人家当地人都马上是直接这样穿越整个圆环的 和内阁剧院建于20世纪初 外形仿巴黎各剧院为汉本设计 是一个典型法国殖民时期的古迹哦 越南当地的艺术创作者 更视为古典艺术的殿堂呢 目前没有对外开放参观 想一探究竟的话 需要购票入场哦 欧巴马米县原名 城市一家无名的小店 但在2016年欧巴马和旅游节目造访后 成为河内家喻户晓的知名店家 是旅客到越南旅游时 必吃的河内美食哦 然后他来就是一盆菜 一大盘生菜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都会必点 所以他们就会先上这两样东西 店内主卖的就是这个美食 桌上的调味料很多 加进汤里面味道会更丰富哦 我点了一个这个肉汤 然后这个是卷 这个肉看起来很多耶 这是什么 这是不同的肉啊 汉堡排跟培根吗 这个是萝卜吗 还是大头菜 哦 有点像截头菜 它有那种烧烤猪肉的味道 那个汤蛮香的 看起来轻 看起来蛮薄的 好特别耶 不会讲 啊不过没烧耶 然后咧 我看人家这个是温的吧 对不对 它一泡下去就软了 它的米片泡进汤里面 一下就散了对不对 对 没有吃过这种的口感耶 嗯 很好吃的耶 真的是汉堡肉排 它的这个肉里面也是微甜微甜的 肉的甜我觉得完全都可以接收 现在应该差不多三点多嘛 它三点多生意还是很好 官方客很多 很多是背大包包来的 本地人也很多了 它的卷里面长这样 它有个大大的白管 那叫什么蝦子吗 应该是蝦子 它是那种口感跟味道都很复杂的选 还是这个也要看这个 可能是耶 那很可能 它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味道这种汤 真的之后好吃很多 真的齁 所以我在想它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不要乱 好了那我们刚刚吃完那个欧巴马米粉出来了 我个人没有很喜欢 好甜喔好奇怪 台南人应该会很喜欢吃 吃起来甜甜酸酸 我们是都没有另外加它的调料啦 就是想说吃原味看看 那反正整锅都是甜的 我是觉得不用特别来吃 因为我们这样走过来花了15分钟吧 但是它是在环劍湖的下面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逛环劍湖的话 你可以顺道过来 口味我真的觉得一般般 吃名气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再要回去环劍湖附近 喝咖啡 这是一家幼儿园 还在下课 对还在下课 现在大概三四点 感觉是他们刚下课不久啊 人在出来吃下午茶的时候 攤子都出来了 对啊这种路边它人都超多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带小孩在吃耶 还有人刚下班也来这边吃 他们这么早吃饭吗 可是我看他们也没有比较早睡觉啊 哦这边是国小啦 还没下课 现在是下课时间 但是还没有放学 过马路好轻松啊 人家讲那么夸张 说什么越南没有红绿灯乱讲 明明就有 我们感觉好像走到了36谷街了 反正就是这边有各行各业啦 号称说有36种行业在这边 所以这边叫36谷街 那一条路本来就是拿来打鱼羽毛羞的吗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 有两位法国人于2011年创立 是智力打造越南顶级巧克力的品牌 店内可以买到不少巧克力周边制品 更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咖啡及各式甜点哦 冷气及环境相当舒适 很适合作为旅途休息及买伴手里的地方哦 好软 刚刚吃一下子 这是我先来的I-Signature Marufus 对 你还有一个Signature Marufus 对 Signature Marufus Signature Marufus 好 这边自须的人普遍 英文程度都蛮好的 这家店的英文程度特好 我刚刚嘴里面来一个问都蛮溜的 因为我好多层哦 好吃的巧克力就对了 它的蛋糕有进到那个咖啡酒 所以咖啡味浓 蛋糕也不会干 因为已经进食了嘛 再来是它的馅 有两层不一样的口味 整个口感跟味道都蛮甜甜的 它的巧克力好酷 真的假的 因为巧克力会很浓 然后我觉得它冰块下的有点少 所以喝起来没有那种泡新娘的感觉 然后我们还有点一个什么 鸡蛋巧克力 那个它说要久一点点了 可能打起来需要时间吧 然后它这种巧克力品 是偏粉的 它泡的是比较浓郁感一点的 所以你会觉得偏大人的口味 那个巧克力花很好吃的 脆脆的那个口感 男生不会喜欢的 它是好吃的 可是太贵了 但是这个吃起来它不会腻 就很滑 你一直吃一直吃 应该都可以 对啊 它比较精致啊 但是你的钱包会先收不了 但是你的钱包会先收不了 再来上的这个是 鸡蛋奶油咖啡 蛋奶油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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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OK 鸡蛋奶油感觉还蛮浓一点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有鸡蛋咖啡吗 有 因为他们以前很穷 喝不起牛奶 所以把鸡蛋打发 当做奶来喝 我一喝出品 就发现好像还不错 这个好像不能用吸管喝耶 就像你在喝奶干 用吸管只会喝到下面的茶 你喝不到上面那一层 那我来单吃它的这个看看 它这个打得非常的浓耶 你看 难怪它这个要多等了五分钟才会涨 但是会有一点鸡蛋的腥味 很怕那种鸡蛋的腥味的话 你不要直接吃这个 然后他们两个混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下面的那个可可 就是完全盖掉上面这一层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点的话 可能点一般的就好了 变得好黏喔 变得好黏喔 不太多 对马来西亚那种肥肉比较好的 就是冰到你透心凉的那一种 因为它这个巧克力很纯啊 所以纯喝起来就会苦苦的啊 它这边的巧克力看起来好像精致 因为外面一般都是卖的那种 复活节是四月是不是 喔 难怪会有蛋 这些都是复活节的周边 喔 这好像是超市都有在卖的 对耶 这就是比较常的难道 欸 这不便宜耶 860耶 哇 它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巧克力豆 下面这是燕麦 这是让你加牛奶汁的吗 它也有这个啦 这个就是很适合拿去办公室请人家的 这个就是造型巧克力 它里面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口味 这个就是海盐 然后这是咖啡 我们伴手里就会买这个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逛逛 对啊 那我们就继续下一站 欸 你看它这个地板有东西南北 哇 圣若色教堂 诶 它晚上会开灯 它有点灯打在它的那个画上 壁画上 对啊 很漂亮耶 然后这周围就是一些小摊饭 包围这整圈 感觉就很热闹啊 这些小摊饭 然后又要喝下午茶 又要喝咖啡啦 诶 它晚上会开灯很漂亮耶 哦 圣若色教堂 建于1886年 距今一百多年 是很类最古老的教堂 外观是典型哥德士建筑 里面的彩绘玻璃非常漂亮 越南是东南亚第二大天主教国家 十分重视圣诞节 在2004年的圣诞节 更有高达4000多人进堂 十分壮观 我们刚好遇到敲钟 还蛮幸运的 越南法国面包 在圣若色教堂的旁边 会处于一级观光镇区 但价格意外的亲民哦 一个月台币15到30块 特色是里面有现煎鸡蛋 缺点是要等很久 高峰起的话 等个40分钟也是常菜的啦 来啦 直接第一口了啦 新鲜粗鲁 这里面有 姜肠 猪肉 蛋 生菜 柔果丝 然后还有两种酱 有干酱吗 后面看到它的膜 没有干酱 不一样哦 来吃吃看 他们的面包都是那种 就是里面有气孔的那一种 这家声音很好耶 本地人跟观光客都超多的 它这个好酱哦 然后它这个酱 不会像中午吃的那个 那么多的感觉 它有辣吗 它有紧一条辣酱 然后我猜那个就是甜辣 不会到很辣的那种 因为它有问你那个酱吗 它就是一个国际通用手势 嗯 绕一圈 然后我们都OK 不太一样耶 因为它这个鸭的很饼 这家有点像那种鸭烤吐司的 它比较没有法国面包那种 抗吃的感觉 这好好吃哦 它的叫好丰富 嗯 可以嘛 可以嘛 好吃 30块台币快40 OK啦 这吃一个就饱啦 可是我好像比较爱吃有干酱的 如果它在家 今天我们早上吃那个有干酱的 无敌 这个两罐哦 可以啦 哎哟 2个水 15000 15000 OK 1个酱 5个酱 5个酱 多少 5个酱 50000 OK 谢谢 好 买了 两罐大水 一罐可乐 这样子50个千 台币五六十块吧 应该没被宰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蛮合理的啊 就这样子了啦 想喝就这样子了啦 好了 我们回家了 然后补给了两罐水 可乐 先休息 等下再出去夜游 然后我们发现一件很棒的事情 它这个卡片 拔起来之后 只有电灯关掉 冷气继续开 回来超凌 佛心 真的佛心 这家饭店推 讚 哈囉早安 那这是我们在河内的第二天 我们准备要去 那边是河内的富人区 好像很多的韩国移民啊 日本移民啊 都是在那一区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那边 然后昨天下飞机的时候 华航广播提醒我们说 越南现在有 登革热 那刚好我们这次也有带 防蚊液 其实之前很少用欸 带都会带但是很少用 但是既然这次华航都特别讲了 那我们就做点防护措施 我觉得我们这次来越南感觉 好危险 空气差 然后又有瘟疫 然后感觉又会被抢被骗 现在怎么那么恐怖啊 不过还是很好玩 好玩啊 但是 一样啦 要注意支撑安全好不好 你注意自己小心 好不好 出发 拜拜 早安 这点点好小 好香喔 闻到味道 其实好多人早起 大家都准备咬龟 今天是我们在河内的第二天 在饭店吃完早餐后 就准备出去玩咯 你们绝对不敢相信 这么丰盛的早餐 一个晚上赚不到台并一千五百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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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热吃 欸 美味好香喔 哇 你看呢 这个菜看起来超新鲜 可是它比较好多喔 你看老师这个也太幸福了吧 然后它旁边还配了檸檬辣椒 对你调味 没有错啊 还有一个欧姆蛋 这些都是像脸床做的 然后它还有蛮多菜单 这个河可乐感觉 好好吃喔 每天都点不一样 所以你也没有合适 我感到好耶 餐厅位于饭店酒楼 风景很棒 但无奈空气品质很差 看起来会萌萌的 哇 所以这边吃 不会太惬意了一点吗 这个是今天的天气不好 还是太脏 我觉得应该是太脏 应该等太阳出来之后 就会跟昨天差不多了 Oh my god 完全看不到耶 好扯喔 发现那个越南人好像有种浪漫 对不对 因为你看喔 像他们的房子很旧 对不对 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那个阳台啊 窗台都是有讲究的 花花草草是一定少不了的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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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 谢谢 鲁鱼 鲁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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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他们这个Vinvest啊 我看连摩托车都有耶 他们感觉在当地也是还蛮普及的一个牌子 你看这个 超级高 他好像是河内的第三高建筑 哇第三高喔 对啊 然后我们有听那个朋友说啊 你看他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三角形 对不对 他是说这两个大楼中间 这就是开场 这是他们奥代的开场 不是这样 他说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设计的 他在B1F 哦对耶 所以我们要从B1F搭去 可能他的柜台在那边 换票啊换电梯啊之类的 对啊 这边就是他那个Sky的入口 他这个走到蛮不错的 这个走到很多换 你要去夜店的感觉 对啊 他这个现场买多少 280 对啊 马上加饮料200多 好好你会拿到这个嘛 这个是调酒券 然后就一人一张 嗯 那我们上去的时候 刷票应该是刷下面的本 他的这个场买 哦OK 哈哈哈哈 这边有绿木耶 啊他可以出租一个韩服 他的电机整个都很违换 你看 他听话板就是有个动画 嗯 让你不会无聊 然后他那边就有一个指针 越高越亮度 啊到了 没有 哈啰 哈啰 我们是唯一的一组客人吗 欸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从我这个镜头这边看哦 外面完全是白的 这个比那个 马来西亚烧巴大概再强个五倍吧 哈哈哈 烧巴归烧巴 但是我看得见啊 这已经都看不见了 这个能见度有没有个五公里十公里啊 你看这个房子变好小 然后这边有这个假的火车街 嗯 你看这边 这边有一个 上司 嗯 往这个方向 两千公里 那双紫星了 不对 这边我看不到 他比你还高 你会不会太扯 脱鞋子哦 还蛮嗨的耶 来啦 来啦 来 去 去 去 像譬如说你在其他国家对不对 你要玩这种东西哦 嗯 都要等 而且每个人现实 这边可以让你有这种 巨高震的人有心理建设的时间 我跟你讲玩看这边 这边完全没有人 这边就等你克服 快点快点快点 你看这下面有这个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棒 就是我们花多少钱 台币将近三百块 然后六十五楼 景观嘛 然后加一杯饮料 重点是不现实 而且我们现在刚开门来 没人 对啊 你爱怎么拍就怎么拍 还不错 像我们刚刚我跟你讲 我就算躺在那边 他也不会管我 因为没人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景点 还是蛮适合的对不对 这景点还不错 因为我们刚开始看这个景点 就想说这种摩天大楼景观 到哪边都有啊 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啊 后来发现其实还不错 他还有提供一些小游戏 对对对 沸沸小游戏 这边是玩VR的地方 因为这地方大嘛 台湾 拍完照后也口渴啦 拿票捐出汗饮料咯 我们的票可以选咖啡 果汁等软心饮料 想喝酒的话要另外一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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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下来了 然后这边是入口 然后它出口是从另外一边出来 然后它出口是从另外一边出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素食店 感觉是学生天堂欸 它里面都是学生啊 这边吃完素食然后再去隔壁拍贴 哇 学生行程 他从这边出来啦 我们一开始看到 以为是它的什么周边服务 结果真的是它的出口 不是 我们准备逛乐天超市采购啦 进入超市不能携带大型背包 要记得放在外面置物柜喔 界面简单操作容易 有语言可以选择 完全不用担心喔 好 OK 你看它的棉物有白帅 真的耶 这种一般的要58 这个一个要买62 这没有贵很多啦 对啊 但是没看过欸 好不好聊 十元寿司 不到十元 你看这个生鱼片蛮漂亮的 大概120 130 不过这个油花看起来是蛮美的啦 嗯 大鸡腿 这个薯条这样子23块 好便宜喔 便宜吗 很便宜耶 是吗 你看这边有这个 炸酱面啊 对 炸酱面跟Kimchi啊 送玻璃瓶 是怎样 只有这个送 是因为这个快要过期了是不是 很赞耶 这个到底想怎样 一个大到不行 这个 这个大 它是水壶 这应该是水 看起来 这个大小的东西快要比它本体大了 对耶 好好笑喔 大小海底 你懂吗 为什么你们这两个是 巴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啊 这个是燕麦奶 还是啊 这是核桃奶啦 核桃奶配海底咯 讚 为什么 什么 哈哈 哈哈 这个 Ostras 他们自己的牌子吗 它是哪一国的 不知道 它但凡有一点英文 我都不会这么疑惑 这个应该就是送礼 大家最喜欢买的 对啊 因为它有个盒子比较好看啊 而且 小小的吃着块 送礼刚刚好 是齁 我们刚刚差点拿到这一罐 核桃 我刚开始以为是正常的 但是后来我翻了一下 这个 2024 2025才正常吧 那个2023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要来检查一下 我们买的这些东西 看来这个 越南人做事情还是有点 哈哈哈哈 大家买东西真的要注意 这边的巧克力要 要锁起来 所以代表这个巧克力在这边 是重点失窃对象 特别是这边 学生多 很多小男生要偷这个去送女生 然后还有那什么 榴莲来一个 纵梨椰子 然后榴莲饼干 你看 它有开一个窗给你看 嗯 买5 买3 OK 买5 买3 送女生 好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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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总共有6个啦 这个绿豆糕它们也很流行 好像是那个 红色的那个包装的 1957年的 这感觉是老牌 这个不便宜欸 你看 这个这么小一盒要 246 这个看起来就是我阿嬷会吃 228 2286 又是2000 我们好像不管去哪边买的东西 大概两三千块的事情 不过这次买这个比较贵 是因为有坚果 我先去扫脸 买完东西后 准备拿回计划的背包啦 要记得再回头检查 有没有遗漏东西 不然忘记就更高咯 OK啦 好先进喔 这种钱好棒喔 我以为那是付钱的地方 结果也不会付出 对啊 还好负喔 我们刚刚又 采买了一大半 这边有什么吃的 这边喔 来看一下 餐厅选择很多 避开周末的话 房间等人很少 吃饭几乎都不用排队喔 单一件都多少 1790 那也不便宜欸 那很贵 不会啊 我们不管到哪边 只要一大百货公司 我们都是买不起的那些人 算不清楚是这边消费太高 还是我们台湾的薪水很低 那还是不是这个 看一下 很便宜欸 这个佛一碗千的酒 对啊对啊 这个地方卖起来总是很便宜 可以耶 不过啊 不过的话就 也还好耶 还可以接受啊 位于恒内乐天中心三楼 内部装潢充满浓厚的 越南怀旧风情 这声音很好耶 矮目桌 矮目椅 统服穿越回到了70年代的越南 传统的越南饮食 这件几乎都点得到 口味不错 服务品质很好 工作人员也都热情有礼 空间宽敞通风 整体下来非常推荐喔 我也不确定什么是这样的 我帮你特制 哎呀 上菜啦 这个你有加酱喔 有啊 好吃喔 不错 嗯 出色很解腻 还蛮爽的 嗯 我发现它那个花纹是有用途的 它会让你吃起来更有嚼劲 蛮有趣的喔 嗯 好难形容 因为难吃 就是没吃过的味道 它芝麻叶也蛮想吃的 哇 它这个肥也好好吃 就是一样 和的很软 嗯 然后汤的那个牛味很重 它汤的味道有点像那种台南牛肉汤的味道 小清零 它有另外给那个 新鲜的辣椒跟辣椒酱 但是你当点和它是没有生菜的 对耶 它这个给蛮多片的 嗯 嗯 大概还有个五片 嗯 它这个丸子好像是一般的贡丸 对 它没有特别的味道 牛肉丸 OK 它汤子有点小 韩国跟越南都很流行吃春菜 嗯 台湾华人吃法还是喜欢把那个菜汆烫过 那这个是Rosted Rice Tea 我们看每一桌都有 感觉好像来这边大家都会点 对我们就来喝喝看 它一杯15块 我是15块 1万5 就是很便宜啊 10几块 喔 它那个米味好重喔 好像保咪汤的那种米味 对对对对 感觉就是把保咪汤泡成茶来喝 有结尼的效果吗 就是你吃很油腻的东西喝这个也会结尼 是喔 然后它是乳糖的 有点苦 就是那个煎的味道 有点苦 还蛮苦的 因为他喝药耶其实 对 就是这个 应该就是米的杂杂吧 我们今天这餐吃下来总共是 差不多才比100多 对 还不错啦 环境也蛮舒服的 对啊 百物公司然后餐厅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饭点的时候 蛮多人喔 差不多做了有7层吧 有喔 对啊 这里面周围也蛮多的 对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Paladin的鞋子 你说你这双台币大概折下来 1500块左右 大概是1600 1600 还可以啦 因为这个在台湾买 应该也要个2500到2800吧 我们这样逛下来 越南真的没有任何 我刚刚看那个Vence的那个板鞋 1300 1400 这台币也1500左右 然后Vence的T恤喔 简单的那种黑T啊 然后一件也大概560 580 我感觉你那一双有黑T恤 但是我看其他的衣服啊 衣服啊 就 就差很多 像我们这样子逛下来 对不对 店员基本上都在房间 然后他看到你来的话 他会抬起来一下下 可是他看你没有要干嘛 他会会继续在这回去 这个一只 449 也差不多 台币500块 这种景品的价格在台湾 也差不多 5600 然后这个是 拉姆跟雷姆 也是卖449 有啦 有便宜一点啊 比台湾的景品便宜一点点 这边很明显不是给当地人来的 这边书都是英文的啊 好可爱喔 这个在台湾以前有对不对 好贵喔 这个shopping mall 我这样子看了一圈 我还是喜欢去水门市场 水门市场超赞 这种乐高大和主 卖4 6 7 9 和台币大概5000块 差不多是台湾小麦店的价格 我觉得这个商场可能现在还在洋客 因为它这个商场很新啊 它这个商场我记得是 我看新闻啊 2023年9月 啊 这么新 还是说它可能有拓点 因为这个大楼很久了 但是这个商场好像是新的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在洋客 韩国因为跟中国吵架嘛 乐队也退步中国了 这个重心就开始往一些东南亚国家发展 好啦 我们走乐厅回来 回到旧城区 今天有请他来housekeeping 然后这个水是免费的 五集了 然后那个是我们刚刚去买的东西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就去36谷街 晚上要去按摩 去一家蛮贵的按摩 然后再去吃 日本人在越南开的意大利餐厅 吃披萨 意大利面还是炖饭 OK 待会见 上午离开乐天百货后 下午准备要去36谷街参观咯 哦 肉与肉丝 哇靠 这个是大哥啊 拍这个就可以直接丢在路边 没人来惹他 哇 这是他的据点 太硬了吧 海内老城区有许多的纪念品商店 记得杀价哦 我们自己差不多七到八折成交 剩下的就看各种功力啦 要不要买一把扇子 买一把扇子是不是感觉很应景 有电子包比较好看 这个是Gucci 你看他那边有一只熊怪 对啊 外面 这个还蛮可爱的 可是好多哦 嗨 还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块 有很多块 就大概200乘以1.3 对啊 250块 台币 差不多 这边有很多这种西洋旗 这个西洋旗长得都不太一样 我发现有一些机车还是为了扒了吧 以为没什么大事就来扒啊 对啊 像你 你要提醒人家 欸我来了 你们不要过来 我是会这样 没错啦 可是我不会一直扒 但是他整路都要提醒啊 所以他整路都在扒 所以他整路都在扒 为什么要倒车的 开错路了 那你在这边上班 你还会开错路 坐在军卡上 看古街也是热门行程哦 欸 关了吗 4.46而已啊 那这应该真的就关了吧 对啊 关了啦 嗯 大概你说的 这个是他们的向导吗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哦 对 这个向导它不尴尬吗 不尴尬啊 这个向导它不尴尬吗 不尴尬啊 36古街内 有着河内现存最古老的寺庙 白马殿 这也是必来的打卡景点哦 但是我们这次遇到了一点小意外 他们看着在玩街 讨论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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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再开了 好 那我们也走吧 哈哈哈哈 那也是就这样走 它是不是什么住持还是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 对啊 小心它要倒车 他们这边有三宝这个说法 根本三宝就是所规矩的人 刚刚那个在台湾那肯定是三宝 但是在这边的三宝 是你按照所谓的交通规则 你就是三宝 这边的规则是没有规则 哦哦哦哦 他们好Local哦 他们那个按钮啊 每个都跟新的一样啊 因为根本没人在按啊 每一个都金光闪闪你知道吗 超好笑的 我才刚来两天哦 我跟你讲你再给我两个月 我也不想按哦 他点餐的店面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座位区 这边还有两个座位区 所以你点完了之后 他会给你一张蓝色的号码牌 找地方坐啊 然后在路上等啊也可以 谢谢 谢谢 好 他们先坐这边 这边也是他们的座位哦 是啊是啊 哇 他们店面很多呢 好想团队最好吃的 麦米和米兰 法国面包 短短一条街就有三间店 内容区非常文青 外带大概要等15到20分钟 但是面包非常好吃 很值得推荐哦 奥文表示 整间店都是女的 越南的女力也太强了吧 上菜咯 他很贴心 他是看我们两个人 所以 应该这样 看起来不错哦 红烧肉 他外面这个酱还在里 Juicy Juicy的感觉 是哦是哦 第一口都是面包 他的面包比较扎实 是哦 这家应该是我们 目前买这样子下来 生意最好的咯 而且店面最大 三个店面呢 平价很高 真的耶 他跟前面两家不一样 就是面包 他面包是很有面包口感的 他的肉 味道有出来 这家我们大概等了15分钟哦 我觉得应该有10分钟 10分钟哦 前面那几家就是 酱料啊 什么干酱啊 然后美乃滋什么的 然后都会 把他料的味道盖住 跟这家他的红烧肉 味道有出来 哦有肉味 所以你觉得可以买是不是 如果就是喜欢吃面包 然后喜欢吃肉的人 就可以来买这家 他的面包 因为我像他们之前那个压烤饭也压很紧 我觉得这个是面包外层烤过的时候 他把它切开 然后夹进去的 因为我们前面吃的那几家都是 整个拿去压去压烤 我本来喜欢吃这样的 这个好吃 这个面包好吃真的 然后红烧肉很有肉汤 好吃 这家完全对你的味 对不对 不要是加热 那个面包的手法有差别 这个会保持那个面包的放松感 这个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糖水啊 我在那个二楼这样子喝哦 我光是看这个街景 我就可以看个半天 太有趣了你知道吗 两边都有耶 还是糖水是这边那边是咖啡 看起来是哦 旁边是位置嘛 对不对 menu 谢谢 谢谢 是一间越南传统的甜点店 价格清明 口味不错 顾客大多事 父亲的上班族 以及年轻人 环境略拥挤 但是休息一下也不错啦 这是包心还是粉嚼 就有点像粉嚼 对啊 然后大红豆 然后仙草 它的冰块也是非常结实 咦它有小红豆啦 这汤匙为什么都要这么小 用很久了啦 就是红豆汤加料 纯饺 纯饺 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嚼劲的东西 纯饺的特色 它里面还放了什么 我感觉会聊到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皮 应该就那个吧 纯饺里面吧 好玩啊 嗯 这边有那种双喜啊 人家卖结婚的 这个是生日吧 你看它有岁数啊 然后再来是过年的 现在新年过这么久 卖这个还有人在买吗 它就摆着啊 反正不会坏啊 是不会坏没错啦 它摆着好看啊 我觉得这边对观光客来说 就是看看就好 你要在这边买东西 基本上很累 买不到你要的 这边是包柴街 免洗杯啊 免洗碗啊 餐盘什么的 这边突然就变成 卖零食的地方了 感觉很像卖那种什么 南北杂货啊 小零食小饼干之类的 诶 这边会卖那个 贵贵巧克力吗 巧克力摆在这 我还要担心是不是假的 海鲜诶 熟的啊 诶这是熟冻的吗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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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偶然在地图上发现的 有4.9颗星 900多则平价 心想很厉害 就来试试看啰 这边有冰毛巾 嗯 这个是热 热啊 还要用热毛巾 在按摩开始前 会给你填写问卷 调查需求的按摩力道 想加强的地方 或是有受伤的地方 都可以告知按摩师哦 我们预约了90分钟的按摩 一人约台币1000出头 说法不错 环境尚可 但由于靠近老城区 会只听到按喇叭的声音 有点吵 老城区的房子都非常狭窄 那部楼层都很高 楼梯很抖 走路要小心哦 不习惯按摩的人 建议力道选择轻度就好 这家真的是我们按过 最卖力的一家 她说是一只季节果汁啊 好 这要吃什么 我发现那边现在都是止吸管 不管到哪边都是止吸管 在与柜台人员聊天后 我们一直觉得 光是她就只五颗心 热情的问候 诚挚的关心 让我们真的有被放在心上的感觉 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老城区附近的美食 与当地人披萨的那行吃法 看来也是个吃货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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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完还会送小点心哦 下面会有你的按摩师的名字 这间SPA店服务热忱 我们给她满满的五颗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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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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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 对 对 有300,000餐廳的餐廳 但你能吃到餐廳 當你去到那裡 你會看到很多人在吃 通常只有在地上 有個小禮物給我們 請幫我介紹一下 教育的名字 所以我老闆會知道 他們給你做好禮物 有個小禮物給我們 謝謝你 謝謝你 享受到最終的一段時間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知道他為什麼會五星了 因為他真的很有熱忱 你要說手法的話 普通啦OK 但是那個接待太優秀了 我的接待真的好優秀 好OK 那我們出發 你看這邊氣氛好好喔 大家坐在路邊喝酒 對啊 這裡好熱鬧 這邊氣氛很好 好熱鬧 欸 到環劍湖了 這邊就是他們的那個啦 有點像我們的台北市政府的地方 我看他們跨年幾乎也都是在這邊辦的啊 這是什麼店啊 這裡有賣龜龜巧克力耶 買越多越便宜就對了 那邊賣一三五 這邊要賣一百七耶 我們現在提早進來了 我們比定位的時間早了一點 所以我們先進來做這個後味區 人很多 如果你們要來吃的話 一定要記得定位 現場牌基本上是沒有西瓜的 然後現在我已經聞到那個起司的香味 超香的 然後這邊有這個銀冰鎖耶 它裡面是什麼東西啊 西瓜麻仔之類的 就是一堆水 開始機上喝起來什麼味道都沒有 Pizza Four Piece是 越南三大披薩龍頭之一 在全球有30多間分店 食材一切取自越南當地 甚至自己養牛製作起司 採用永續農法種菜 簡直把農場搬進餐廳裡面啦 究竟這個日本人在越南開的 義大利餐廳口味如何呢 跟我們一起看看吧 哈囉 這不貴耶 前菜基本上都是百元內 對不對 這個還算貴的 這個248塊 你看這個 這個超浮誇 一個螃蟹可以在上面 這也是剛剛那個姐姐推薦的 所以這個是吃甜的嘛對不對 那這個餐點 現點現做 所以先上了飲料 我們來的比較晚喔 有很多東西都賣完了 所以我們後來點了西瓜 你看他還幫你擦一片西瓜 那你怎麼那麼擦片 對啊 他偏心欸 欸他這個蟹黃麵沒有給人家殼欸 少了一個視覺衝擊欸 不然他可以把那個殼借我 他這個如果 都是蒸蟹肉的話 很多欸 這個盤子 他有溫盤欸 這拿起來是熱的 好濃口 這個麵是屬於就是 軟硬勢裝啦 是好吃的麵 整個用料我覺得都蠻好的 他那個醬會掛在你的嘴巴上面 好爽 然後這個是我們剛剛的炸雞 這個部位是不是腿排嗎 然後有附了一個這個 有沾醬跟解膩用的小黃瓜片 我們來吃吃看這炸雞 這個部位沒什麼看過欸 然後他有個醬 好脆 這個脆皮裹的感覺我沒吃過欸 他這個很有層次的脆皮 他不是卡拉雞的脆皮那一種喔 這個皮皮肯德基還優秀 不會肯德基啊 拿玻璃 那是不一樣的 他這個醬有點甜甜酸酸 微微辣辣 可是他的底部有一些東西 酸黃瓜 然後這個白色的這是什麼 辣椒籽吧 因為有一點點辣辣 有辣嗎 一點點 目前為止吃的東西都還不錯 不過這個雞不大隻啊 因為這個是腿骨啊 好 欸 肚頭不會很香 我很喜歡吃有骨頭的肉 我來吃吃看這個解膩的蘿蔔片 他這個蘿蔔片切得很漂亮欸 不破 但是要透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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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酸蜜是另外自己加的喔 喔 這就是我們的各半披薩 然後上面那一球的話就是 披什麼什麼完工的 嗯 他這顆會彈彈彈耶 這顆是奶酪球喔 哼 為什麼被你戳到這麼噁心 他這個 他這個 真爽咩 有人跟我一樣吃披薩直接這樣捲嗎 這樣捲比較方便啊 餅皮好香喔 這披薩好特別喔 我在台灣沒吃過 因為它上面有生菜 所以它就是 跑完之後 撒生菜跟小白切上去 這個真的是台灣不會有人 但是在國外就滿常見的 他那顆球是冷的耶 不過我覺得這顆球沒有很好吃 這顆球是看得很好看的 吃吃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我們跟我們的口味也有關係 我們是中式口味啊 小包的外國人超愛的耶 其實不錯吃啊 這個球 它有一種衝擊感 我覺得那個火腿搭這個球 很好吃耶 搭火腿的時候還不錯 但是火腿還是有點培根的感覺啊 煙燻火腿吧 因為它硬硬的啊 我們來加加看這個 聰明 加蜂蜜的味道不一樣耶 但是我比較喜歡吃原味的耶 不過你把它當景點吃 記得喔 蜂蜜要加爆啊 這件事也蠻好吃的對不對 我常吃加蜂蜜的看看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蜂蜜把它的氣質會整個加重了 但吃的話就是覺得喔 氣質會新鮮的 但是如果加蜂蜜就是會整個爆炸海 我看這邊也很多人在開酒 那些點個鹹鹹的披薩對不對 配個紅酒啤酒可能很爽 我們是認真來吃晚餐 其他人應該就是想來喝酒的 我發現他們這邊好像不太會限用餐時間 台灣最愛限用餐時間 好想吃飯喔 好想吃飯喔 你 我吃tv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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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啊 這麼大的儀式 我不知道他們是這麼熱情的 你知道嗎 我想說拿個小蛋糕來就算了 音樂還在播 我覺得很多人在看我 沒關係啦 取個音樂 快點 第一個什麼 世界和平 希望那個 在台灣那個 有受到地震影響都沒事 好 然後第三個 這什麼 冰淇淋啊 應該是吧 怎麼一樣啊 檸檬角的香草吧 應該是 當天點一個披薩 一份麵 一份前菜 兩杯飲料 才台幣一千出頭 是超飽 真的超划算的 好 那我們吃飽出來了 這家由日本人在越南開的義大利餐廳 真的好吃 服務也很好 然後環境也不錯 我們剛剛坐的位置啊 你要坐裡面還是坐外面 坐裡面就是看它的那個廚房 坐外面的話就是看街道 都有風景可以看 你可以寫你生日 我真的生日啊 我是四月份壽星 可以用大喇叭幫你播 非常好 氣氛很不錯 我蠻想要在越南再吃第二次的 可能排在第四天再去吃一次 OK 拜拜 好 那我們剛剛找了一家換錢所 這樣子是1比750 還可以啦 因為我們今天很晚了 我們忘記換錢了 然後我們明天要出遠門 然後就是不用看護照了 超隨便的啊 今天是我們在恒雷的第三天 然後我們準備要來吃早餐囉 發現這邊的早餐每天都不一樣耶 這樣每天都會有不同的驚喜喔 它這個法國廚房裡面也沒有隨便喔 它裡面還有香菜 它這個炒的真漂亮 可是這個通常 人家飯店就直接把一產放在那邊 我覺得它外面加一點這個鵝鐵做的感覺 非常的棒 那我們吃完早餐之後 就準備前往香榮灣啦 這個行程是我們在KK店買的 價錢大概台幣1500元 那裡面包含了河內市區的飯店接送 以及午餐還有下午茶 我們的行程除了夏榮灣遊船之外呢 還會登上兩個小島觀光喔 此外還會有一些自費的水上活動 那這樣究竟划不划算呢 另外今天的影片有抽獎活動喔 有興趣的朋友也要記得看到最後喔 訂購類似的行程 遊覽車都會到飯店去接客人 那記得準時要在飯廳的大廳去等領隊 那行程結束的時候 他也會送客人回飯店 這邊就是可以注意一下 周末五六日的老城區 周遭會有夜市 那會封路 所以車子就沒有辦法送你到你早上上車的地方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歡走路的話 你可以稍微訂外圍一點的飯店 你訂外圍的話 那就是不會受到封路的影響 那不然就是要走一小段 但就是在夜夜市附近而已啊 其他老城區他一樣會送你回去 所以從這裡到Halong Bay 我們會有約2小時 約30分鐘 到那裡 然後我們還會有約20分鐘 離開 當我們離開車子 你可以擦擦你的身體 你可以喝酒 你可以喝一杯茶或咖啡 然後 享受20分鐘的離開 你會回到同一個車子 不要坐車子 如果你坐車子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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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途中會停靠一個休息區上廁所 有一些紀念品可以買 但價錢非常的不親密 看看就好 那裡面也會販售一些食物 有果汁類啊 也有熟食類 我是覺得不用特別在這邊吃東西 因為等一下上傳第一件事情 就是吃東西啦 喔 對 你買個喝的我覺得可以 對啊 它這邊就是用那個 美金去計價 就是 它就是 板件啊 它們就西貢小姐 我們要賣一些皮包 皮件 啊 這邊比較好玩 這邊也賣丁棒 我們要吃嗎 它有 它有賣的 大福 然後 然後 然後又賣那個 炸薄薄 炸薄薄 那靠靠妳 妳還記得我們的靈略叫什麼名字好了 它有介紹 它那時候就說 準備要聊聊聊 然後聊得差不多了 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大家開始拍手了 然後它就突然就 你們甚至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它有英文名字叫Alice 然後它的越南名字是 黃 黃 這邊就是一個 羅道旁邊的 禮品店 這邊應該就是 超市的座 到了 夏龍灣 不知道我們的船間是哪一艘 那在抵達夏龍灣前 導遊在車上會一直宣導 寶特瓶不能帶下車 因為當地的政府有減速令 如果有發現有帶寶特瓶下車的話 那遊客 導遊 車公司 船公司 都會被罰錢 就是要大家愛護環境啦 我們上船後第一件事就是吃午餐 昨次會有導遊安排 會依照國家或是語言來分桌 菜色蠻多樣化的 口味就一般般 那吃完的話它也會再繼續補充 不用擔心吃不到 那在船上的話 液體都是要付費的 就是水 然後飲料跟啤酒那些都要收費 那在遊覽車上面的話 導遊會先給你最少一罐啦 然後它有多的話 你再跟它要也OK 所以這個水在船上真的是珍貴的資源 然後你又不能帶塑膠品 那船上的自助餐呢 它也有越南當地的特色食物喔 裡面最好吃的就是水果啦 東南亞的水果真的都超級甜的 那食物補充的速度很快 盤子也收得很及時喔 整體的用餐體驗相當不錯喔 整體的用餐體驗相當不錯喔 熱盤量是少得去的 冰在上面才去玩 好的嗎 哈囉 來吃飽喝足後呢 就到了甲板上面拍照啦 要小心喔 真的是呢 那邊有桌子耶 我們到中間一點 還有長椅喔 真的耶 不錯耶 我們現在在下樓灣 感覺今天天氣不太好 有點可惜 不過還是蠻壯觀的 天氣應該都不會好了啦 應該一直都這樣子 因為這是髒啊 那這邊的空氣不太好 風景都灰灰的 下樓市的沿海有很多正在開發 跟已經爛尾的建築 對當地的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剛剛那個形狀 進了之後反而看不出來 對啊 我已經不知道他講的在哪 剛剛遠看還看得到嗎 不過我覺得這個船開得還蠻穩的耶 可能因為是內海吧 所以浪不大 不過我剛剛在車上已經吃運車藥了 喔 不錯不錯 日本買的喔 然後上面也有設置很多的座位區 如果大家想要做到的話 可以早一點吃飽趕快去站位置喔 你不吃也可以喔 你不吃你就可以先上來站好位置 你都花錢了到底誰會不吃 這個行程其實從早上就開始 然後到晚上差不多12個小時 但其實空調搭車時間 光是搭車就4、5個小時了 對 就是沒多少 然後船到那邊 它好像會放一個島 你可以在船上休息 你也可以下去走 嗯 那我們就走一下囉 那這邊就是準備要下船啦 那這邊要停靠的島就是Titab島 那它命名就是由一個蘇聯的太空人 他到夏龍灣的時候 胡志明他親自去接待他 就用他的名字來為這個島嶼命名了 嗯 那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島 Titab島 Titab島 OK 你看啊這個是我們的船啊 有沒有 72號啊 騎在上面 72號 7567 有人在那邊打沙灘排球欸 那邊還有網子 這個應該是足球 足球嗎 足球嗎 哪有沙灘排球的架子夾在地上 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好像也可以下去玩水 其實在這個島上大概45分鐘 好像真的也不能幹嘛 這個地方小小的而已 那邊該不會還有路到什麼的那種 所以他有足球也有排球 嗯 這他們的照片 這個應該就他們的什麼 救護站之類的 然後可能人要坐在這啊 所以還有廚房 喔賣好多東西欸 等等欸 又有果汁了 然後還有什麼 地瓜 芒果 蛋糕 它可以走到線 然後有人下去玩水 10分鐘 很快啊 走啊 這個雖然10分鐘 但是蠻陡的 如果10分鐘到上坡 那蠻硬的欸 對 這個不容易喔 那這個島我們自己是覺得 蠻值得去的 但是 要衡量自己的身體狀況 它有一個行程是要走步道 那這個步道呢 它上面是寫10分鐘就可以到了 我們一開始都覺得 10分鐘那很快應該不會很累 結果我們爬上去之後才發現 根本不是這樣 它的10分鐘到沒有錯 但是你中間就是沒得休息 樓梯還蠻陡的 然後這個島我覺得 他們沒有在做一些人流管制 所以你不管是上去還是下來 人都很多 其實它中間是有幾個停靠點 可以讓你就是休息一下 拍個風景幹嘛的 它這個樓梯有一些地方喔 年久失修 所以它有一些台階都已經攤方了 原本兩個人可以過嘛 就變成只有一個人可以過了 所以走起來不太適合小朋友跟中老年 行動不方便的話 那你就在下面休息就好了 而且它的兩邊也沒有什麼安全措施 它頂多就是有繩子 讓你可以扶著走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就會跌下去 其實還蠻可怕的 必須上來 雖然腿就很痠 景觀很好 如果是小孩 或是老人就建議不要上來了 沒有很好走 真的疼痛 然後它的那個扶手也不是哪邊都有 喔對 對啊 很多切都只有單側而已 大家上下樓梯真的要選擇 手腳並用啦 這麼高的樓層這麼多蜻蜓 好像景色真的也有分 一邊比較漂亮一邊還好 像這邊就都被樹長住了 這是那些船的住點 遊客在岸上的時候他們就在那邊等我們 有可能靠在一起到我們很大的 嗯...有可能 像這邊的船 這10分鐘真的就是這麼陡 真的就是這麼累 但是我覺得上來很值得 因為上面景觀真的是超漂亮 如果你對你的體力沒有自信的話 那你這個點我覺得你在船上 或者是沙灘 看風景就好 因為建議你把體力留在鐘乳石洞 驚訝洞的時候你再去走 那這邊就是準備要去玩那個水上活動 那水上活動的話 這次我們去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自己滑獨木舟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做他們的主法 那這兩個就是自費行程啦 導遊會來問你他要參加 嗯... 價錢我覺得不算貴 但是我們兩個是都沒有玩啦 因為一定會濕衣服 我們看到蠻多人他們上船之後 他們的那個褲子都濕掉的 對 那我們是不想要那麼麻煩 所以我們就在船上吃東西 確實我看上來的人 褲子屁股那邊幾乎都是濕的 然後沒有提供吹風機讓你吹乾 我們同桌在吃飯的那個 我看他就一直這樣動啊 不舒服啊 濕濕黏黏的啊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想玩的話 你們可以再多帶一件褲子來避換 裡面的廁所其實蠻大的 換褲子不是什麼大問題 不然就是你就穿樹幹了嗎 那我們現在就是到 你看那邊就有在玩那個 太陽跟竹筏的 然後竹筏就是有人幫你撐的 我們是兩個都沒買 我們就是站在這邊遊蕩 哇 他們滑得很好欸 這個應該就是有經驗的人 會滑的人 你看這個 他後面人在摸魚欸 他沒在動欸 想把前面累死是不是 就好像你在騎協力車 然後後面那個人在後面翹腳一樣 這就是我的祖傳咳嗽喔 便宜一半喔 會不會啊 香蕉上面有 哇 香啊 有可頌的油味 他們也有那種小團喔 太小團了 喔 跟大家介紹 我的包包外面都有掛這個 塑膠袋 那種人家結果大變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吃東西啊 不一定有垃圾桶啊 所以我就會都帶這個 這樣很好用 但是我發現這個塑膠袋喔 這個在越南沒有用 因為大家都亂丟 我們看那個老城區喔 有那個小孩子對不對 嗯 他在那種商店外面 可能喝個什麼奶昔 喝完之後 他站起來 走到馬路邊 丟下去 為什麼 他不留個電膠 他就是路邊隨便丟 對 他還特地站起來 特地走到馬路邊丟下去 What the fuck 我覺得我們這次參加這個旅遊團 我們的體驗還不錯 他有推行程 然後他也有賣禮品 但是都不會不舒服啦 反正就問一下你不要就算了 真的是一時一時的問而已 因為像有一些旅遊團啊 他把客人帶下去玩了之後對不對 他的人會再回來船上 他繼續吹那些沒有買的 所以下去玩差不多40分鐘到一個小時吧 嗯 那我們就在這邊吃東西 那大家要喝水的話 會建議在島上買 或者是上船你就先買了 因為大家去玩完水上活動 滑船回來之後口都會很渴 水馬上就賣光了 在船上的話 水賣完就沒有了喔 那你就只能去買飲料 因為在夏龍灣政府的減速令 所以都是用玻璃瓶來裝水 那你喝完的話 你是可以帶回家啦 那就非常的環保 又要走路囉 我看到了 哇好高喔 不過這邊的樓梯感覺比較 比較正規啊 對 剛剛那個很陡啊 剛剛導遊也有說啦 沒有自信的人你就留在船上吧 開工就沒有回頭箭了喔 哈哈哈哈 500級啊 然後多少 1.8公里 嗯 沒事 我們跟一會休息一下 對啊 繼續衝 ok this way everyone 這麼快就出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裡面整個很不一樣耶 哇這不 哇好大喔 他還在裡面整個很有設計耶 真的耶 驚奇道 是法國人於1901年發現的 為夏龍灣最大的中乳石洞 洞內有各式各樣的中乳石 石筍石柱與石簾 你看這個 他用紅燈肯定有過人之處 來吃喔 來吃喔 你看有人笑那麼開心喔 他肯定跟我想一樣事情喔 這很高呢 然後你看他那個上面的天花板 就很像那個 很像海浪的樣子 很像沙灘的感覺 被踩一坑一坑的 剛剛導遊是說他像是Sea Wave喔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洞很像沙灘喔 是嗎 中乳石要1000年才能夠增長6公分 這些景象都是歷經20萬年累積成的 我覺得這個中乳石洞還不錯 是因為他不會一直滴水 對 他其實整體環境蠻乾的 對啊 因為像我之前去沖繩那個浴泉洞 那個浴泉洞是很濕喔 很超濕喔 就是他不只裡面會滴水 他本身地下洞嘛 他也會板潮 喔 那越南是比較乾燥嗎 比較熱 所以 像我們上次去海風洞 它地板也都濕濕的 喔 那這個地方進來之後 其實就還不錯 嗯 他擠都擠在前面了 因為後面就是各自導遊 會分散講解嗎 因為他入口只有一個 然後那個入口有兩三個地方 又很窄 對啊 後面如果你是自己看的話 蠻愜意的 但是就會有一些地方特別好玩的 你就沒聽到啊 喔 謝謝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停啦 對啊 喔 欸 喔 它其實是一片耶 它好像不太像一根喔 呵呵 就你在那邊 喔 原來它從側面是這個樣子 好了 我們要走出去囉 重見光明 上船耍廢 吃水果 這個驚奇洞的碼頭 某種意義來說 應該算是全世界最繁忙的碼頭了吧 那我們的門票都是由導遊處理完成的 整個參觀活動需步行一公里 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前段呢要先爬樓梯上坡 然後進入洞內參觀完一圈之後呢 後面在下樓梯走回碼頭搭船 那它是AB點進出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打算要走這個行程的話 記得留在船上不要下船 那有下船的人 記得要穿輕便服裝還有運動鞋 會比較適合喔 你看我們剛剛就是從那個上面 我們剛剛是從那邊 上去 先在那個凹腳 然後再往上走 然後再往下走 需要一點體力喔 我還ok 還ok啦 就是剛進去的地方很窄啦 那個地方真的是不太好走 我覺得比較那個 那個T-top的那個 體力好窄喔 不然就是齁 我覺得 可能對自己體力比較沒自信的 第一個點你就不要登了 你登第二個就好了 好 保存一點體力 謝謝 謝謝 有氣的耶 不錯 柳正比較好喝嗎 還有水果盤 你看它這個西瓜連那個都把你去掉了耶 這個可以吃嗎 這可以吃嗎 黑皮 這邊的下午茶有水果跟蝦餅 他蝦餅超好吃 可能是剛運動完之後肚子餓了 想要吃點鹹鹹的東西 然後他這邊會提供一罐飲料 或者是啤酒 那是包含在群廢裡面的 這個飲料蠻雷的 我們是拿百香果 還有橘子 這個喝完喔 我一直到晚上喉嚨都是甜的 感覺就是放了很多 阿斯巴甜之類的 -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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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船上的話 他們也會賣一些紀念品 如果你覺得他們服務不錯 那東西你也喜歡的話 那我覺得支持是非常沒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我們這段行程 我覺得不算貴 因為1500塊嘛 那這些船上的人 他照顧你吃 照顧你喝 我覺得他在我們上下船的時候 他們也很用心 因為他都會牽手來扶我們 他怕我們跌下去啊 在K-LOOK或是KK-DAY之類的地方買 他們很多的行程 上面會寫船的名字 這些人跟這一艘船 其實就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 他們服務很好的話 那可以給點小費 或者是幫他們買一些紀念品 伴手禮 這對他們是很大的幫助 嗯? 誰啊? 什麼事啊? 喂? 什麼? 點擊下方優惠連結購買 AVR充電線型9折優惠 搭配首購活動 竟然還打8折 好 我現在馬上去看 我們回來了 來來 回到夏龍寺了 現在是晚上6點 我們從早上8點半搭車 一路到現在6點回到岸上了 然後再搭兩個半小時的車回去 好累 滿滿的行程 今天在外面混了12小時耶 而且他們行程都是體力活 對 大家真的是要設保在來 好啊 很累的 那我們就要回市去吃晚餐啦 待會見 我們回城停靠的 它就是真的高速公務上面的休息站 跟我們早上停那個不一樣 早上停那個是專門宰客的 有夠貴 這什麼東西啊 這很像什麼貴的那樣 是粽葉嗎 這個是什麼 綠糕 一字明糕 竹筒飯 喔 綠豆糕 那這個的話就是休息站 也蠻有趣的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越南當地人的休息站長什麼樣子 這個你平常自由行 你沒有開車或包車的話也看不到 那就是時間比較短啦 那大家就是注意不要當那個最後才上車那個人 Yeah thank you So now we are going back to Hanoi Outhouse room And it's time for us to say goodbye to your own of you So once again on build this company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Fad and Westeros We with you and your family Good luck And have a nice time in your study As well in your country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the future With a better service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one Thank you And go to town Go to town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看他價錢啊 內有120萬 Hello Oh 這邊是平摩托車的地方 再進去就是徒步區了 好 要不要先找個什麼東西來 鹹的來吃一下 他好像也是有分 哪一區是賣衣服 哪一區是賣玩的 然後哪一區吃的 不過吃的好像沒什麼 蛤 吃的沒什麼 嗯 因為我看大家都說這邊 吃的很不好玩 但是重點是氣氛 沒有 我們是來吃的 好長 好長嗎 好啊 那你先幫我來一根吧 Hello Hello How much 15 15 15 似乎 嗯 Chil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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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第一根腸 滿香的耶 不知道越南香腸吃起來怎麼樣 滿好吃的 它裡面有像台灣那種肥肉嗎 有 也有肥肉啊 味道不太一樣 但是本質上是像的 有蒜頭味嗎 還好 沒有炒糖 4號 來吃吃看 蟎衣好脆喔 妳覺得往那邊東西會不會多一點 好啊 那走吧 妳做這個指甲180塊 180K 大概200多啦 如何 我覺得它的方法還滿好笑的 它用三字三耶 完全就是靠手的力量 這邊在跳廣場舞耶 你看喔 只要妳一進去的話 妳今天晚上就是大明星 環劍湖地區會在每週五、六日晚上封路 因為夜市要出攤啦 小吃攤販不多 但這裡是當地人社交 與欣賞街頭藝術的集中地喔 步行街可以看到打羽毛球的人 配著嬰兒車的年輕爸媽 還有沉浸在音樂中的 黃場舞愛好者 就算什麼都不做 也能被感染快樂的氛圍 這邊是想體驗 越南當地文化的人 一定要來的地方喔 好 這邊好像比較多吃的喔 那我們去那邊 那它這邊跳得好愉快 沒有關係嗎 重點就是開心嗎 對 這邊吃的攤販原本就有 對 所以它其實沒有什麼那種夜市的攤子喔 對啊 很怪剛剛肯德基 那有那麼多人進去 因為可能現在沒有什麼吃的了 那邊有最愛的麵包 好啊 那我要一個 當天我們到夜市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這間營業時間超長的 麵包店簡直就是綠洲 北城區非常乾淨 口味不錯 我們很推薦喔 回城的時候 我們又帶了一杯檸檬水 沒想到這麼晚了 還這麼多人在排隊 生意真的超好的 剛剛買的法國麵包 因為走著走著 看到就買了 因為它這個夜市賣吃的東西不多 它沒有專門因為夜市出來擺的攤子 大部分的攤子都是白天就在那邊的 不過它生意也蠻好的 我們有等一下下 陸陸續續都有人進來買 那來吃看看 它這個肉看起來 就跟我們前幾天吃的又不一樣了 我吃到一個蠻香的東西 再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它整個跟之前那幾家又不一樣的感覺了 你看包括它的料啊 薯果的醬 所以他們法國麵包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派就對了 就跟滷肉飯一樣嗎 所以這家你覺得也是可以買的 我覺得也不錯 重點是我好像誤點當素食 這個應該是豆製品 喔是喔 你沒有點那種有meat bowl的啊 它這邊都寫它有meat bowl啊 就不知道什麼點 就是素食 不過也ok就對了 我覺得它整體調味都是很棒棒的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 蜜雪冰城 這個應該不用多做介紹了吧 我發現他們現在 年輕人就是有一個活動 就是到蜜雪前面點一隻雙洗淋 然後就在那邊聊天 好啦 那我們就吃完 洗澡睡覺 明天要去火車街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明天見 掰掰 它今天不太一樣喔 它今天有特別問我們的方法 怎樣是覺得 你還是借來不吃便會願 認不得我們 這是什麼青木瓜絲 對 它在青木瓜之前很好 還可以啦 它也是青木瓜有些事 才會嘎吱嘎吱嘎吱的 不如說還要 真的還是很不錯 明天比較晚啦 大概七點半 我人變傻了 明天一半六嘛 大概睡比較晚嗎 我真的假的 這個蛋料理就是現做的很優秀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那種四星級五星級飯店 河包蛋 煎的跟山羊在那邊等 然後如果你動作比較慢的話 你拿到下層的 全部都是油 客人都是一回事啊 你忙是一回事啊 可是你是五星級飯店啊 我覺得就不應該做這種事情 你不能夠因為講求說 今天要快速出餐 然後就做的很隨便 你看人家這麼小 但是他做的很棒啊 有時候都覺得那些星級高的飯店 可能還不如跟七星級低 這個甚至三星吧 那開心嗎 在這邊我也做的很開心嗎 難怪現在沒有人 我在台灣玩蛤蜊 真的是肉包 你就說它的肉餡還蠻不容易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美中不足的是跟飲料略少 果汁 然後 黑 都沒有很多 沒有冰糖 這個是喜喔 我也驚訝 喔 這是喜 我以為是翻白絲耶 跟我們不一樣耶 那真的是 我們對於顏色所象徵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他要騎這樣去送喔 真的假的 他要這樣子騎步 然後三手多這樣子送喔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我也以為講這個話 已經是有點高官的操作了 沒想到那個才是六的 而且那個送餐是 一個托盤上去吃碗麵耶 不容易吧 吃麵還吃灰塵 這樣就去這裡 然後真的就是酒 咖啡 咖啡 喔 有酒 有調酒 有飲料 那看來我們應該就是喝飲料的啦 看來我們應該就是喝飲料的啦 咖啡 嗯 花胎是另一個風景 920 920 噢 920 我們剛剛看的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的就是這個嘛對不對 LP3 9.20的這個 1瓶 1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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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現在是9點04分 我們來看9點20分 會不會大 他們這邊好像霧點個10分鐘都是基本操作 10分鐘算少了吧 所以等一下那個車子是從這個方向 到那個方向 9點20分 因為我們就很建議說 你來的話最好是跨週末啦 如果你想來火車街這個點的話 嗯 因為週末車子比較多 對 比較好等 這個是我們剛剛點的鳳梨汁啊 你覺得他們的鳳梨很好吃啊 然後這個是雞蛋咖啡 你看這個它這個奶泡看起來超厚的 雞蛋奶泡 然後上面這個是什麼 就是咖啡可可粉吧 好可愛喔 這是鳳梨桶啊 是喔 天然鳳梨汁 天然鳳梨汁 那個味道一喝就是天然的 因為它招攬生意的地方 跟它製作的地方 有一手段距離 他們要在門口招 因為外面會有警察 門口區 座位區 跟它的後廚都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 所以應該可能大概率是真正的東西 你在這邊喝果汁很划算 他們的果汁不貴 但會又很純 如果你們不喜歡喝咖啡 推薦你們提供的果汁 好這邊就是火車街 其實我覺得坐二樓也不錯啊 有一種居高靈下的感覺 而且二樓就不會被站起來的人 講對手 對啊 不過我們今天好像沒有看到有人 坐在火車鐵軌的正中間 做生意對不對 因為我看那個YT的影片 也有很多人是在鐵軌的正中間 有著百年歷史的河內火車街 修於法國殖民時期 在Google地圖上有很多地標 其中大約有二到三個 都是必打卡的拍照點喔 但有可能因為安全因素而關閉 一旁都會有警察助手 靠近就會被驅趕喔 從我們住的老城區 步行到火車街約十分鐘 一到入口就會有賣咖啡的商家 招攬客人 入口會有警衛管制 一定要當地人帶路 才會放心喔 有些商家可以透過微信 或是LINE先預約 請他們出來護航 不然就是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 偷偷都進去啦 然後大家又回歸正常 蓋拍照拍照 好興奮耶 很快就看到了 真的 沒有浪費什麼時間 超棒的 不錯 它這個泡 它這個奶泡好濃喔 雖然它是蛋泡啦 怎麼樣 這個就沒有蛋腥味耶 我們上次吃那個巧克力的有蛋腥味 它比那個奶泡再更有空氣感一點 然後整個咖啡喝起來就是又甜又苦的 又甜又苦 不知道 感覺喝起來應該就是G7吧 這就是他們的那個感覺 然後如果你們來的話 你是由哪個人帶進來 那你就在他指定的地方 如果你跑去別人家的話 他們會把你叫回去 拍個照也不行喔 像剛剛有一個人 他要等著火車來的時候 他想要另一個角度看 就被趕回去了 請大家車手好繼續 這邊就是很灰色啦 你要說這邊危險蠻危險的啊 但是政府不可能禁止啊 政府禁止這條路的人要吃什麼 而且大家已經習慣了 這個不可能禁止了 我覺得這個景點還蠻好玩的 但是很多人會說 他們來這邊感覺被搶錯消費了 他們覺得這邊應該是公共的地方 我是覺得還好啦 好說歹說這次別人家 你真的想看你就消費 不然好像有另外一個地方 是不會有管制 但是那個地方比較遠 真的不想花錢 你也可以去那邊 這邊的特色的話就是比平溪的近 然後比泰婆的再可愛一點嗎 應該這樣說嗎 泰婆有一種急觸 有他們是在火車來的前一刻 然後才開始收攤子 對啦 把蓮子放下來幹嘛 這邊感覺就是站慢一點 所以他這個保全可能是在火車來的 前半個小時 前一個小時他會出來管制 然後他現在因為剛走嘛 所以他就去休息了吧 因為剛剛火車經過之後 保全就跟著過 然後後面就一批人都進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有點包場的感覺 對不對 其實太多人擠在那邊也不好拍 悄悄的說 我們也有看到 遊客篩淺或是香菸給警衛 以利方行喔 那個保全這邊也有啦 那我可以從這邊出去吧 出去可以啊 出去就不能進來了 所以他每一段有每一段的管制 你剛剛付的錢只夠讓你到那邊 你夠了 只要火車有來都值得 OK啦 有體驗到了 蠻好玩的 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要從火車接出去啦 辦法成功 他感覺現在就是分段管理啦 每一段就有每一段的保全 對 相較於平溪小火車 和內火車接更近更刺激 但也更危險 以下三點一定要遵守喔 1. 站在黃線後面 2. 物品不要擋住軌道 3. 隨時保持警惕 聆聽信號 遵守以上規則 才能玩的安全又盡興 他們這邊騎摩托車 不是按喇叭都按得很狂耶 我跟你講 在這邊騎摩托車 你不用先學會吹右門 你要先學會按喇叭 會不會騎是一回事 你那個喇叭首先要按得到位 不然你可能走不出你家巷口 不然你可能走不出你家巷口 這一邊是珠寶街跟金店吧 那一間就是我媽走的 好 大家都有推的就對了 這邊應該是金店喔 因為這條是金街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文廟 國子見 我們從金店那邊坐過來大概十來分 十分鐘不到 然後這邊的話好像就是那個 古時候考試的地方啦 那是孔廟這樣 它好像裡面的東西跟孔廟也很像喔 這個是要門票還是不用 不然那邊好像有扣票出來 喔 提起啦 是不是 好啊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 喔 這邊空氣都比較好耶 因為樹比較多 看起來沒有那麼霧了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那個樹也會藍灰塵啊 我覺得可能跟昨天飄小雨也有關係 喔 嚇乾淨了嗎 我們昨天回家醒的鼻涕真的 裡面都灰灰的 喔 啊 多少錢 喔 它為什麼這個收費的地方沒有寫英文 最簡單的是不是那個 7萬 喔對 7萬 好 買好票之後 它給你呢 是一張QR Code 嗯 這就是我們兩個人的票 喔 它一次把兩個人的打在一個QR Code裡面 對 喔 從這邊繼續不用買票嗎 不是啦 那是遊樂場 我們在不同地方喔 對啊 它也可以用其他國家的貨幣來買 但是就是會貴一點 就是它上面有寫說 你可以用幾種貨幣來買 但是你用那幾種貨幣來買的話 那就是10萬 我們剛剛才去金店 我們第一電話是750 然後在那個金店的話 可能競爭比較激烈吧 所以它開777 好 我們刷卡進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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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裡面是禁煙區的話 就太棒了 這邊應該要禁煙了吧 是嗎 這麼多花花草草 這邊感覺腹地不小欸 我們剛剛車子繞過來 感覺就很大 而且我們剛剛售票的地方 那邊也應該算是一個門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門 如果載進去還有一個門的話 那就是伐哥大駐的地方 像以前皇帝駐爐的地方 你要進到他的那個挺宮 你不是也要走大概四五個門嗎 這個應該是僕人走的 咱們是老爺咱們走這個門 坐落於河內市環劍湖西側的文廟國子間 由越南禮朝皇帝李勝忠 於公元1070年興建 歷經了改朝換代 距今已經快一千年囉 建築整體就是一座放大版的四合院 坐北朝南的布局 分成一禁院二禁院三禁院 不射成木字形排列 占地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平方公尺 這可是台南口廟的五倍大喔 你看這個建築這樣子喔 你不要看它很舊喔 上面有監視器 那我們就從左邊逛到右邊 不是從右邊逛到左邊嗎 沒有我想先去看那個烏龜 我廟內神似烏龜的神像 正確的名字是碧溪唷 是龍生九子的十獸老六 據說碧溪力大無窮且善於負重 只有古代皇帝與王公大臣的書客 或是歷代上榜的禁士、學士 才有資格在石碑上留名 以彰顯立背者的地位喔 這個很大這個很大 我跟你講 這肯定是烤那種特別難的 這個叫 禁士碑記啊 喔 這邊是科舉 禁士 這個在上面的都是當官的 越南文廟 在當地也是非常熱門的觀光景點 有許多拍攝團隊在此取景 越南女性不管年紀 大多會穿著傳統越南長駱 奧袋 也會看到深深雪子前來參拜 是當地非常重要的無法信仰中心喔 這根本是大食攝影盒 真的 這邊有小凳子耶 這什麼集會嗎 今天感覺有什麼大食 什麼中學的上香儀式 學校的團拜 然後讓你有個好成績 然後這邊有一個禮品店 然後有飲料 這裡面是不是在寫書法幹嘛的 進去挑挑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的書法是用拓的 這邊的書法是 先把墨汁拓在那個塔本上面 然後把紙蓋上去 然後不夠的地方 再用毛筆去描 因為你仔細看 他的那個拿筆的姿勢 不是書法的姿勢 這樣子寫書法可以確保 你寫出來的一定很漂亮 不會被老師撕掉 就是每個人都一樣啊 這樣子跟營運機有什麼差別 對啊 當天遇到學校舉辦大型活動 現場非常多學生參加 可以看到越南當地各種學校的制服 也有幼兒園小小孩 由老師帶領來外教學 每年臨近畢業季前 還有前來拍畢業照的主畢業生們 如果四到五月來越南的話 建議一定要走 我們要這個經典喔 我們要店內 供奉著孔子聖像 床上掛著傳經正學的金字牌匾 長書房內藏四書五經等儒學書典 郭子堅店內供奉著 與越南大力推傳儒學的朱文安 其地位類似於中國的朱子 但不管是石碑上的漢字 或是懸掛於中堂的牌匾 在越南大多人的眼中 只是奇形怪狀的符號 這些曾經在越南歷史上 長期使用的文字 只能慢慢淹沒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這裡面有那個伴手禮便 伴手禮區啊 要不要看一下啊 文創水壺 然後T恤 這邊斗粒一看就比較漂亮 顏色就是比較活潑一點 然後一些環保貢物袋 這邊的磁鐵要不要看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別針 法國麵包 對 的別針 然後 綠怪咖啡的別針 特仙史的別針 還有這個還有這個 抽大菸 這是他們的建築物 欸 真的 你看他們建築真的很喜歡 底用成黃色 欸這個其實做得不錯 你看它上面還有小耳朵欸 欸這其實蠻可愛的 這個做得很形象 你看這個 這個是用同一個 以拉檔做的 嗯 這樣還不會浪 這就是詞片欸 喔 可以喔可以喔 欸火車街 欸可是我覺得它這個火車街 它做得不夠鮮硬 它旁邊那個太暗了 對啊 因為它突顯火車 對啊 法國麵包 法國麵包好像不錯 這是英文字 然後用各種東西偏側 然後聖落色的 這是什麼 環劍湖的中間啊 這個一定要賣多少 150塊台幣吧 139 小哥哥 這邊有這個扇子 你看這個 這就是以前烤許公民有沒有 中間那個就是烤中的 騎馬回來 然後旁邊有幫他舉旗子的 他這次烤中的是近視 好 後面就沒什麼 這邊雖然要逛也不錯逛 但是如果沒有像今天這些活動什麼的 看起來是不是也有普通 我覺得越南這個地方好玩就是好玩在 你要看它的人文啊 對 老城區這邊的話大部分都是古蹟嘛 像國子劍啊 八亭廣場啊 那個什麼 什麼獨立廣場還什麼的 它都是跟人文有關係啦 欸我為什麼要走這個門 這個門 這個門不是狗洞嗎 我覺得這邊的觀念應該 還有進步的空間 這種地方學生這麼多的地方 觀光的地方就應該禁煙啊 這個地方是什麼 咖啡啊 Vistory's Lounge啊 啊不錯喔 這是一種很貴的地方 我們就沒有興趣 這邊廁所很推 滿乾淨的 乾淨喔大間 然後那個洗手的那個水量也很大 很讚 對 對 對 老師在吹學生拍照的時候可是很兇的喔 確定好好拍喔 不然你會被老師處理喔 喔這邊好親近喔 我發現這一片就是裡面最 在Piece的地方了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池塘 我剛剛看好多人居然在那邊 有魚嗎 牠應該很多藻類吧 那麼綠 欸有欸 你要對這些魚使出我們的 國際通用手勢嗎 欸你看你看 欸又騙到你們啦 就是這個人 惡劣的嘴臉 騙魚你很開心嗎 你們上當了 蠻好兇的 國際通用語言 來吃吧吃吧吃吧 來來來 假裝你自己吃過東西了 哇真是開心啦 我們可以走了 哈哈哈哈 來吃 這個 小孩子的書包先都丟在這邊了 然後全部都抓去拍照了 欸 有耶 喔 那還是買個樂天的C來喝喝看 而且蠻大罐的 對啊 然後這邊有這個 泡膠碰爪 台灣就比較不流行吃這種喔 今天市區古蹟達覽的第一站結束啦 我們下一站要去 昇龍皇城參觀 這可是越南 歷朝歷代都在此建都的寶地呢 而且還享有河內故宮的美名喔 離開武廟後 步行約15分鐘 就到昇龍皇城遺跡啦 途中會經過列陵公園 裡面有一尊4公尺高的列陵雕像 這是身處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 平時較少見的喔 列陵雕像在前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較常見 目前全世界上存約既先坐 廣場前有練習滑板的年輕人 也有給小孩玩的三輪車 還有樹蔭可以遮陽 有路過的話很推薦來看看喔 大家來越南旅遊 一定要注意安全 交通狀況非常混亂 只有大型路口有紅綠燈 七級車絕對不會禮讓路人 過馬路全憑運氣 我們已經目睹了好幾場車禍了 昇龍皇城又稱河內故宮 累經了歷史上的改朝換代 皇城幾經易主 但仍是不變的權力中心喔 買完啦 他這個票是長怎樣 也是這種的感覺 也是QR 然後分兩張打吧 耶 喔 是這個樣子啊 嗯 進來歷史 你知道剛剛怎樣嗎 我剛剛差點把這張紙 直接塞到那個洞裡面 進去 門票一人約台幣90元 皇城橫跨數個朝代 建成與擴建 距今已經超過一千年囉 目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第九百項世界遺產 雖然建築整體已在法國殖民時期被拆除 但城牆與靜天墊的隆梯 還是很有看點喔 值得一逛 這是校外教學啊 對啊 校外教學要穿制服喔 要啊 也是啊 這樣別人才知道你是誰啊 他們也會來這個草皮 鬼抓人 他們是不是有功課啊 他們手上都來當紙 我知道了 學習單 之類的 然後這邊就是 昇龍皇城遺跡 他們好青春喔 真的是喔 昇龍皇城是當地非常熱門的打卡聖地 從幼兒園的小小孩到大學的準備業生們 都會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 留下他們人生精彩的遺夜 這邊有這個賣飲料的地方 賣飲料的地方 賣飲料的地方 他會不會是準備道具的那種人 對啊 對啊 這邊就是廣場 這邊又是 黃城遺跡 這班節目是男生耶 這男校其實 就和尚學校啊 超無聊的 穿過大草皮後 映入眼簾的是端門 由李朝時期建造 是皇城主要的入口 因為有五個道U型結構的門洞 當時稱為五門樓 喔這就是以前的遺跡 你可以踩吧 不能踩嗎 看一下可不可以 你看嗎 Crystal上的地圖 好吧 就你整天想踩人家 這邊穿奧戴來逛好像真的不錯 不錯啊 古蹟就是要配奧戴啊 這邊就是昇龍皇城遺跡 然後最後面就是 昇棋台 昇龍皇城踩長方形布局 建議西側進 東側出 因為東側有自動販賣機 可以解渴喔 要喝茶嗎 上面那個是烏龍嗎 然後在上面那個應該是什麼 檸檬綠之類的吧 喔 這喔 喔對裡有檸檬 是喔 沒有找錢嗎 不可以找耶 這不可以找 什麼 喔我們搞懂越南的販賣機了 越南的販賣機是 沒有找錢孔的 嗯 然後你可以投這些紙幣進去 但是你投進去之後 那你就要把這個錢花完 但是我好奇的是 他這邊有寫啊 cancel 突然放一萬販賣 你剛有要cancel嗎 可是我不知道他cancel鍵是哪一樣 cancel鍵在這裡啊 還是87啊 喔 所以 所以我們按cancel他就會推我們錢 是這樣子喔 喔 那要不然你再投一次 好啦 我們來喝喝看 越南的茶飲料 他們販賣機這麼的複雜 他們販賣機這麼的複雜 所以就我們自己亂按沒搞多 也不會啦 反正就我們眼下而已啦 他這個販賣機看起來很高端 要喝喝看 他說他是the green tea the true tea the true tea 真實茶 有檸檬味 有檸檬味 也有茶味 也有茶味 那就這樣子啦 不然你還像怎樣 好了 喔喝的出來是檸檬綠 最後有綠茶的味道 不然他剛入口其實跟雀草檸檬茶 那這邊就是皇城 這是紫燈籠 塑膠燈籠 啊 硬塑膠可能 有可能 這樣才不會被那個雨淋壞啊 唉呦這個地方進來就比較有氣氛喔 喔這個中間是長醬 唉呦那個人家補在那個皇帝 貴妃娘娘要出去的時候 對啊 喔皇城在這邊啊 皇上就是坐在上面嗎 嗯 對啊 那你們的皇上的排面有點略像 對 他們也喜歡說當牛 你在這邊也不會撞到盆栽喔 好羨慕你喔 你也沒有撞到那邊 我撞到你 我撞到你 有墊的 我超高的 欸這個是地洞欸 這是地下室欸 對不對 這是以前皇城的地下室是不是 剛剛那邊有很重的那個 地下室潮濕的味道 唉呦 欸這個樓梯也太陡了吧 這個樓梯超空的 超浮邊邊的 而且比較矮都撞到頭欸 蛤 那比較高吧 對 那可能是可以給人家上來的嗎 嗯 那這樣 那上面感覺是一個人家的 殘酷還休息 殘酷嗎 不好意思 不懂規矩喔 它如果裡面把它擺成像一個我在住的地方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可以參觀的地方 因為剛剛那邊看起來確實比較像殘酷 哇這邊有一些讓你休息的空間 小支窗欸 蠻漂亮的啦 所以它後面就不開放了是嗎 喔你看這邊有一個應該是舊的城門的遺址嗎 應該是吧 你看它有用那個保護起來啊 對啊 它有一個北正門 但是感覺現在好像不連通 是嗎 對好像只到這裡了 你看這是那個共產黨的海報 紅領巾啊 阿兵哥啊 打槍打炮這樣子 他們的是革命的學生嗎 對啊 就是革命的學生要從小培養起啊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就要學習這種思想啊 一定要藏褲啊然後不能漏肩啊 真的要門票嗎 真的要門票嗎 你看有很多人被打到那邊 這邊的看點就是那個菩提樹啊 據傳是那個釋迦摩女 不得到的那顆菩提樹 它有寫 菩提樹 那個菩提樹就是從原本的那顆老章喔 切斷下來然後在這邊種的 鄭國寺是河內最古老的佛寺 入內有福儀要求 不得肉膝蓋與肩膀喔 這個地方也是不同的風景耶 玩忽果然就是不太的地方 他們都看見這個門在管 對啊 講片 不是啊 它那個外面的招牌就這樣子學好了 那是嗎 對啊 那個沒在管啊 還是管的人間沒在門 那外面就穿那個菌律服類的布巨在管 鄭國寺內的六角蓮台寶塔 塔頂有九層蓮台都以寶石建成 此寶塔將巨大的西湖分開 是到訪河內必打卡的景點喔 這邊就是鄭國寺 欸 這個是什麼符號 因為這畢竟是佛教的 這個地方蚊蟲就感覺多一點了 因為晚上開燈應該會蠻漂亮的 喔應該不錯 他們這個柚子都超大顆的耶 有被吃掉了一天嗎 是萬年柚嗎 不是耶 他都不會慢動嗎 我們想找一下那棵菩提樹在哪裡 你在後面嗎 那棵菩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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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 應該是 他長得算年輕對不對 他是小樹分出來的嘛 這棵菩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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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棵菩提樹的日落 非常漂亮喔 嘿嘿 這個放在這邊的人都是有巧思的 這個放在這邊的人都是有巧思的 嘿嘿 微縮景觀 畫面上的才是真正的菩提樹 1959年 印度總統來訪 親自帶來釋迦牟尼佛 做產權道的天主菩提樹分珠 種在此地 最為紀念 相傳 在菩提樹下 左繞三圈 右繞三圈 並許願 願望就會實現喔 沒有辦法到後面嗎 這一邊擋住了 嗯 這個 鄭國寺就是 感覺是 佛門必來之地 鄭國寺這個景點不大喔 半小時差不多了 嗯 在越南傳統文化中 放生的功德是無量無邊 不可身屬的 該觀念造就了在寺廟周圍 有非常多的放生鳥相反 但放生真的是功德嗎 就我們的官場 放生鳥的品種大多是文鳥屬的 食姐妹 該物種有非常高的社會性 且大多數十隻一起行動 因此得名 由於飼養難度低 前一年四季都會發情 不肖業者們將大量分植的幼鳥 投入放生市場 把羽毛還沒長期的幼鳥 販售給放生的香客 然而 人工圈養大量繁殖 且羽翼未封的幼鳥 是沒有野外生存能力的 離開籠子的下場 可想而知 放生的結果 終究已放死收藏 在此呼籲 野生動物 沒有買賣 沒有殺害 參觀完正過寺後 準備要去吃午餐啦 我們在路口發現 有人力車在招攬生意 還沒有體驗過 吹吹在後面的人力車呢 他有藍客的意思嗎 你覺得哪一個看起來 他應該是在探索座的人 來問他什麼 是嗎 哈囉 哈囉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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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記得 與司機確認目的地後 一定要確認該價格是兩個人 還是一個人喔 才不會被敲竹槓 這整個三連車是不是比較 比較 完美的清潔 是嗎 是因為我比較重嗎 在交通擁擠的老城區 人力車的速度 可是比計程車快得多 因為 可以 鑽車縫 那個比達 不還要適合穿的感覺 欸你別脫 上輪到之後感覺還不錯 對 其實算蠻爽的 有 有點 嚇嚇 我在外面有 嚇嚇 嚇嚇 由於三輪人力車 比自行車更適合送貨與載人 在早期的越南 是街道上最常見的交通工具喔 它這個比喇丸還好用 然而 在1986年 越南政府開始新政策後 摩托車開始流行 90年代後起 幾乎所有人都在騎乘摩托車 三輪人力車的使用率高速下降 到了瀕臨消失的階段 如今 三輪人力車 只剩下一個市場啦 就是給外國觀光客們搭乘 由於車夫在乘客的後面 所以不會被擋住視線 可以盡情的看風景 悠閒的坐在車上 欣賞和練老城區的巷弄 搭乘起來非常愜意呢 下雨天車夫會撐起塑膠棚 不用擔心會淋濕 較冷的天氣 也有毯子提供給乘客 一小時約台幣250-300元 相較日本的人力車 CB值簡直爆表啊 這個平方車子 基本上有油漬感很多 不會感覺都在吃貨城裡 嗯 好常見是這家 我們去預測有這家 對 喔 喔 關於祖國湖旁的 合魂的麥 可是家族分代 都盡力發想和粉的當地品牌喔 有人推炸布丁 是大布丁嗎 不是大布丁 炸豆腐 炸豆腐 他說炸豆腐吃起來像布丁 真的假的 這個是牛肉春捲 然後要炸這個醬 這個還蠻快的 這已經包好了很多 放在那裡了 對啊 這個大份的很大份耶 有史萊捲耶 副麵包 生菜 然後米肉 香菜 已經看到香菜了 這個啊 這個是香菜吧 所以有生菜有香菜 牛肉才不錯 蠻嫩的 香菜也好吃 蠻香的 而且整體蠻清爽的 嗯 然後這個醬 微酸 我覺得我可以再加一顆荊棘耶 然後 這樣幹嘛這種荊棘 整個像這邊 你要怎麼煩它 這麼煩 這麼煩 貼你嗎 好香喔 它有貼耶 它有小蓋子 來吃吃看這個加倍酸的 嗯 很好吃 蝦肉好吃 味道醬 因為荊棘很香 荊棘的味道跟玲瓏不一樣 荊棘很香 然後整個酸棘提膠 然後也有荊棘的香味 嗯 我覺得加根不加稿好吃 大魚鍋 好 哈Q 這是什麼 豆泡牛肉炒青香菜嗎 這個量看起來很大耶 不過因為它是澎棕的吧 而且這是中 這個是大的 這是中啊 它只有中跟大嗎對不對 對 嗯 很好吃 哇 蓋中了 這個 這個應該也都要加醬汁 這個直接吃 連粒 剛剛炒的那些要吃呢? 應該是 我炒的很偷耶 吃這個就有種在吃主食的感覺 這什麼啊? 蠻好吃的 就是把這個拿下去上 是嗎? 對啊 加那個湯也很好吃 我覺得加醬 他們這個醬就是加動很好吃 它這個清零真的是肥爽 再一顆 再一顆 對啊 我有感受到你愛爆 我新駕有三顆了吧 嗯 好香喔 我覺得這三隻在做我又有動力了 因為剛才走了很多路 有點沒力 它有一股鍋器嗎? 牛肉的鍋器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可以再炒得 鹹一點點 那邊聲音不算 現在已經嚇到我了 好像練了吧 一直都有練 我們這個大村捲一份是80塊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咧? 我們剛以前的一樣 就是大個80中的吃吃 蠻多的耶 這邊本地的人有不少 我們剛剛去前面就有一個人在管制 我們到時候不是有一個人出在那裡嗎? 所以不讓有的沒的進來 我覺得它很厲害很辛苦 它可以幫我們平常不喜歡吃的臭臭的香 這個應該是油菜 我發現這個春捲應該要像我們那個臭豆腐 把冬天突破之後 然後進去游泳 讓它把醬汁充分的站在裡面 然後裡面有這個羅波片把它塞進去 我覺得這才是正確的打開方式 吃完中餐後 我們準備叫Grab前往八亭廣場囉 想不到來的是一台歐文欣欣欣欣的Vinfest電動車啊 兩個男人的話題也就此打開 結果我們意外跟司機運緣了隔天的機場接送了 請你去Choclin Channel嗎? 是的 你的車很不錯 謝謝你 很舒服 這車很舒服 這車是電動車 購買Vinfest Vinfest 我知道 你認識Vinfest嗎? 是的 我喜歡它 它像Tesla吧? 是的 我常常去國際空間 每天都來回到每天 每天 每天 如果你遇到一個車 請問我 可能明天 明天我們會去飛機 什麼時候? 約8.30 可以我把你的電腦號碼嗎? 是的 我的電腦號碼 請問你 WhatsApp, Zalo, Kakao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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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哪裡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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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來 哪個電腦號碼 哪個電腦號碼 在OuQuattro 黑北酒店 我不確定 韓國 可能 我們把電腦號碼給你 對 我們從你的電腦號碼 明天我們會在明天 8.30 在酒店 好的 好的 謝謝 你可以等我 從5星到你 當然 當然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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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很棒 再見 謝謝 5星好評 5星 價格便宜 車輛舒適 司機可以用英文溝通 如果有到河內的朋友 可以找周圍司機 接送機 或是包車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進來這個 八屏廣場 我覺得它現在安檢都沒有 白色的也不一樣 白色會不會是海軍 黑色的也 那應該是黑軍吧 我覺得它現在沒有網路上說的 那麼誇張對不對 因為很多網路上說進來的案件很嚴格 什麼自拍桿 然後水瓶都要倒掉之類的 我們是都沒遇到 製造我的水安全活下來了 褲子的話 就是一定要過溪對不對 沒有啊 你看那個弟弟穿短褲 你不要跟小孩踢到行不行 因為我們剛剛就看到有兩個洋人 他們就是穿那種很短的 然後就被擋在外面了 你沒看見嗎 我有看見啊 但是我竟然看到短褲 我就想說他們叫什麼是在哪裡 就是膝蓋 你看那個大人 他的膝蓋露出來了 欸對啊 那剛剛被打到那邊是不是很倒楣 那個是寧木嗎 不是這是紀念碑 這感覺應該有點像 像我們的忠祖紀念堂 欸Tamiya 嗯? 你看他好年輕欸 這個是小孩子吧 我在想他們是不是有娃娃臉 看誰都覺得像小孩 他們眼睛會亂飄耶 這樣可以嗎 按鈴 對 當然 OK 3 2 1 OK 如果你不見了我就變成你的頂級任務 對 喔欸你看他不只這邊欸 他這邊還有片大草皮欸 這個草皮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就是很漂亮這樣喔 然後我們要去宜祝寺 宜祝寺應該就是現在看到那個黃色的小小那個吧 應該是吧 那個是林寺沒錯啊 是林寺喔 對啊 是喔 按照他的Google上面的地方那是林寺 喔是喔 可能沒看到那樣參觀欸 11點半以前對不對 喔林寺是11點半以前 好像是好像是 喔喔那個沒有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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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它這裡面像很多景點 但其實放眼過去就是一大片 很大的一個空間這樣 你看這邊跑步感覺也很讚欸 這都是慶祝的肉體欸 他們的站姿可以這麼隨便嗎 這個在我們台灣應該是不太行 在我們台灣你這種儀隊啊 還是禮兵隊之類的 應該站得很挺 他們不管在哪邊都要挺的啊 而且眼睛不能飄啊 為什麼我覺得這邊很漂亮很隨便 三七步什麼都來 對 剛剛我看到的打傳說 這邊有很多搭帳篷的地方 感覺就是小賣店 欸這裏面四個大呢 這些小賣店的中間就是一柱寺啦 他們很愛賣珠寶 首飾啊珠寶不知道什麼 一柱寺 它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它的柱寺 對 反正它就是在一根柱寺上 然後有搭一個樓梯走上去這樣 不過有一個傳說喔 聽說來拜文一柱寺的都會生藍的 因為有一根柱寺嘛 這是江湖傳言好不好 聽聽就好了 旅遊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就隨便聽嘛 因為沒關係 原決門方便慈悲 這什麼意思 這是它的博物館 博物館喔 免費參觀嗎 我要錢欸 多少錢 40 40 算貴耶 這個景點我覺得OK啦 不用花錢 然後又可以感受一下 他們的歷史文化嘛 對啊 而且主要是跟我們民主社會 有著不一樣的氛圍 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幾天拍的行程真的不錯 一天玩古蹟 一天玩市區 一天玩夏榮灣 是不是很棒 就是有人文 有地理 也有歷史 你不覺得這個色調 就有點像我們的中正經驗堂 就是白色的 但是我們中正經驗堂 屋頂是藍色的 但是我們中正經驗堂 但是白色感覺就很莊嚴 對啊 所以大部分都會用白色的 是齁 八坪廣場 一座寺 胡志銘陵寢 以及胡志銘故居 有興趣看觀的朋友 建議安排上午來喔 如果時間充裕的話 增加胡志銘博物館 就可以消磨一整個白天 但今天是我們在河內的 最後一個晚上 所以我們走馬看花 就要得早回老城區 採購半手餅囉 然後那邊就有一排在賣吃的 對不對 我突然覺得 這一些吃東西的吵雜聲 讓這個樹木的氣氛少了 蠻多的 帶有一點人情的味道 好偷講喔 我都覺得這邊的軍人蠻隨便的 就是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好不好 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更嚴謹一點 但是好像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這水還蠻好喝的耶 真的比礦泉水還要好喝 你要裝一點 沒關係 從八亭廣場離開後 回到老城區時已經下午了 不免俗的一定要找一間咖啡廳做一下 這是香蕉可可奶昔 我們又來這間巧克力店了 因為它距離我們其他要買東西的地方 然後今天早上太累了 今天行程都是一直在走路了 所以我們再進來再喝一杯 再休息一下 但是廣板這個巧克力的話 可以來這邊買 因為這邊是本店 它的價錢是最便宜的 我們在其他的店 看到價差大概就是 三四十K這樣 來喝喝看 這是什麼啊 哪一個聖代奶昔 香蕉可可奶昔 它還有副湯匙讓你挖著吃 貼心 這個很爽 這個比我們前幾天喝的那個可可還要爽 但是應該也比較甜 這個有在吃甜品的感覺 對 我覺得我們前幾天喝的那個 就是在喝巧克力 它不太像是一個很舒服的甜品 上面這個是鮮奶油 然後跟堅果碎 還有就是焦糖醬嗎 感覺是橡膠醬 我覺得搭配喝會比較好 吃好 因為你覺得這個 不是在吃鮮奶油而已 鮮奶油不錯耶 不會膩 這才是吃甜點啊 我上次喝那個太純了 上次那個是給大人吃的 我們小孩子還是吃這個好了 你這樣多少錢 上一杯120K 星巴克的價錢 對對對 星巴克的價錢 比心兵樂精緻啊 它上面那個堅果吃起來口感也不錯 這個 小粿 好喝啦 小粿 PORIAN旗下的品牌 西凤小姐香水 已經在越南熱燒30年以上囉 跟機場相比 專賣店的味道與款式較為齊全 有興趣購買的朋友 一定要先來看看喔 入手價約600到800元 純澳戴的越南小姐瓶生 非常有特色 瓶蓋還是別緻的越南斗笠 非常適合留下來當作紀念品收藏喔 他兒子一題目前在越南有15間門市喔 企業目標是通過與越南藝術家合作 便將他們的版權作品應用在紀念品 服裝、配件等等 售價的10%會與藝術家分潤 是一個支持和發展創意藝術的品牌喔 這個還蠻好笑的啊 你看他這個臉就很白目 有沒有 這像厭世的 我這麼討厭你 大概這個感覺 我討厭你這麼多 厭世感 不錯啊 這還蠻好笑的啊 欸 那個是那個呢 浮露狩鍊奶欸 不錯啊 所以這三個東西湊起來是木棍籃 嗯 是這樣嗎 不知道 那我就是法國麵包 不知道 啊 等一下 多少錢 可是這間要550K欸 550K喔 喔 那有點貴呢 對啊 我還想說這個會不會 兩三百就搞定的東西呢 對 對 嘿嘿 不好穿脫喔 哈哈哈 就是 比較小心 這個很薄嗎 很薄嗎 感覺不小心就會破掉 就是 不能再胖 然後動作也不能太大 是齁 要 輕生氣 輕手輕腳 是齁 是齁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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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現在來到一家 完全沒有英文菜單 完全沒有圖片的一間小餐館 但是看在地人好像都在這邊吃 看起來的話應該是鴨肉河粉 然後他是先上來了這碗醬 這碗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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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醬水的味道很壯 然後這碗醬 這碗醬感覺是真的賣鴨肉的 我剛剛一看到那個老闆娘在手洗道路 他有一塊這個 豬血 上面的話就是 粉 香菜 它是配九層塔欸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好吃 湯頭還 對啊 還蠻清甜的齁 這樣 鴨肉大概是一間 這個鴨肉切的蠻大的 會柴嗎 有 這個就喝了 喔 吃了的 喝了 因為我們看是在地人好像都在這邊吃 然後感覺價錢蠻便宜的 它這個九層塔很新鮮 它這個九層塔很新鮮 然後它下面有一點點生菜 不過我好奇它這九層塔會混熟嗎 不過它有驚喜可以加 你最愛的驚喜 喔 驚喜耶 你看他們這個驚喜都很可愛 所以給它開 開的齁 這樣你才能夾 對 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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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好吃 吃光了喔 我覺得湯頭 還不錯 我們 這樣子吃 吃了 80 完全就是 低於我們的預算 我們本來一個人都要60 我們剛剛啊 在那個環劍湖旁邊 問了一家換錢 他給了我們目前史上最低 600塊 超低 超恐怖 這是不是自己台灣還低了 真的 台銀上面那麼誇張 這太狠了 你知道嗎 宰客宰得很過分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夜市裡面 就買方便嘛 因為我們第一天換是換 750 然後我們去那個金店的那條街 我們換到777喔 我們換到777喔 哈囉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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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頭就是枕在那一塊上面 然後水這樣流下來 你現在體驗的是什麼? 最便宜的 150然後你那個300都會有按摩 對有按摩然後下面那個金色的 會拿起來 對 所以你洗這個是350-320 好像325 是齁?我都已經洗完吹乾了 你還在做嗎? 他一開始先幫我洗頭 然後洗完之後就開始 按摩 洗我的臉 你還有洗臉喔? 看起來手法好像還蠻舒服的 那那個嗎? 對啊 好像有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水素很多啦 所以他可以洗得很乾淨吧 這個是他們的那種軍帽 它是硬的很像安全帽 好笑喔 我這個在路上會很奇怪 對嗎? 他好笑 怎麼樣? 我這個170耶 其實蠻好看的 真的假的啦 其實不錯看啦 真的假的 是不錯看的 我不確定你會不會想戴 但是看起來是不錯的 如果我剛才戴這個出去會怎麼樣? 大家應該會問他喔 你確定是好看的喔 不要騙我喔 我等一下給你看 這個是他們的安全帽 他們後面有一個 拔進去的地方 這個是把馬尾露出來的 很聰明耶 軍人先生 軍人先生 欸? 那個最好乖一點喔 不然等一下直接抓去上帝啊 他 我們買這個 主要是我們剛剛洗完頭 然後現在是下雨 然後我們有去問那個雨傘喔 雨傘 一支要200 所以我們就覺得 tow 買這個帽子好像蠻��的啊 然後我剛剛帶這個上去之後 賣帽子的了啦 跟他的朋友就一直過來敬禮 感覺我不買好像說不過去 太好笑了 然後我剛剛就在那邊試袋啊 然後他們那些小賣 經過就一直 大家知道嗎? 我說好 這樣我頭髮就不用淋雨了 對耶 然後我們剛剛又買了兩個這個法國麵包 準備回去當成的第二晚飯 然後再去搞兩杯蜜雪冰城 這就是我們在河內的最後一天了 然後現在下雨啦 但是這邊氣氛還是很好 這邊雨完全沒有受影響 買傘的跟買帽子的人都有 但是逛街的人還是非常的多 對 不在乎的人也很多 哈囉 我們剛剛回來的路上 然後就去逛了那個賣奧袋的店 因為我這次來這個小時候 我要把買一件奧袋來穿看看 我們就發現有一件還不錯 然後試穿了一下就OK 然後那時候老闆娘開給我們價格是550 有點貴 差價一下 然後算完之後 老闆娘就說跟我們500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開始掛線 我就掛掛掛掛掛掛 我們越賺越怪 我們居然沒有500塊可以給他 那時候算完大概是400 780 才少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跟老闆娘說 對不起我們只剩這些請了 能不能賣我們 然後買了 最後我就 好啦好啦賣給你 我就買到了這邊奧袋了 主要還是因為我們剛下雨啊 所以我們買了兩頂帽子 不然錢給亦是夠的 老闆娘會不會覺得我們要出奧伯 這邊演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真的沒錢呢 而且我們剩下是散的 東拼西售才有 反正我們現在身上還留著 30萬的車費啦 今天要帶你們去全越南最高級的 免費計程貴賓室喔 飯店等級的Buffet跟酒水 只要出示JCB卡 通通都不用錢 今天拿了一些前幾天不一樣的 欸你有沒有拿馬鈴薯 馬鈴薯之前有就沒有特別的 然後今天多了炸物 不知道炸物裡面包的是什麼 今天有香蕉可麗餅 香蕉可麗餅應該是它 現做料裡面的第八樣 然後這是粥 欸這個我認識 這個就是稀飯了 阿你剛剛你也有叫河喔 你怎麼知道 有聽到了 太多了吧 它這個是稀飯裡面 就是還有什麼 青鮑菇啊 感覺是前幾天剩下的 哇這個 稀飯加蔥 加香菜 這個炸物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炸物喔 時間不多說 先拿四個 牛嗎 沒關係 真的 番茄醬 不酸 我發現他們的番茄醬是甜的 今天怎樣 最後一天喔 大方壯 我們第一天是牛肉絲耶 今天很美 三大塊 大方壯是不是啊 今天很好 大方壯 它超好喝喔 米線一碗也好大碗 這個狠粉啊 它看著滿滿一大碗對不對 其他吃下去有多少呢 好吃的炒蛋 今天又叫了一次 但是昨天我們卻是要去帶一張 一兩點的炒鞋 什麼 你牛起來 感覺是有人check in 但是它可能 它喝到high了 然後很晚才回來 對 兩點多吧 然後它 甩門啊 一大聲 因為也是跟我的朋友在樓層 所以可以不好 吃完了 然後 我們幫他們 疊了一下 欸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不是每個菜飲業都喜歡人家幫他們疊喔 每一間做事的方法不一樣 有些人是不疊的 有些人是疊的 那我剛剛是有觀察 他們自己的服務人員也會這樣子疊 所以我們幫他疊 OK 就是我們在這個飯店還有河內的最後一天 check out 海北Hotel 位於河內老城區的市中心 價格便宜 環境舒適 我們很推薦喔 還沒看過飯店開箱的朋友 可以點擊右上角資訊卡喔 推訪時 歸台會與房務人員確認 房間有沒有額外的客房服務花費喔 記得要稍等一下 可能要等5分鐘 對 OK 謝謝 5分鐘 OK 謝謝 拜拜 謝謝 小心喔 謝謝 謝謝 你 好 很可怕 有很多影片嗎? 其實我們是Youtuber 我們經常在世界上旅行 我們會做一些影片 非常推薦各位可以找周圍大哥 預約包車或機場接送喔 車子很新,也非常舒適 在Grab也有正規的營業登記 又可以用英文溝通 車子大約是網路轎車行情的八者 價錢非常公道 我們要跟周圍說 Sacy 你是朋友 謝謝 謝謝 我們要介紹朋友 謝謝 拜拜 掰掰 好啦 那我們去報到吧 我們提早了2個半小時 我們很推薦找他 因為他車子很快 但我們之前是搭那個 GRAV的馬田 我們搭的很多台都是那個 HUNDAI的小車 他那個都是四檔的首台車 這個快多了 不愧是電車 舒服又快 舒服 剛剛就有人直接睡著 睡覺起來就 欸到了 真的 準備去登機櫃檯 人也多不過 感覺好像還可以 我們現在在這個華航的 櫃檯 加坡運行 人不多 但是公司很長 我們那一組客人應該 已經用了10分鐘還沒用 10分鐘15分鐘 這個隊伍1點更近的 然後我一直看那個 一直在錄的 所以如果大家來的話也是這樣 你們一樣留個2個半小時 很像是因為越南 越南 這邊看起來是有這個 硬登機震的 但是他現在壞掉了 傻眼啊 該不會全部都壞掉了吧 它只有越南航空可以啦 它有自助電器 是 有兩個台 一台壞掉 另外一台只能夠用越南航空 好 它那個機器上面 就只有一個 所以那個真的沒了 所以難怪大家排的鑰匙 他想這邊這麼忙 是不是因為 又有一台機台壞掉 所以人全部都緊到10分鐘 一個洞欸 我看到很忙啊 但是不知道在忙什麼 他手一直都有在動嗎 對 但是 進度一直沒在動 不清楚 不知道 終於輪到我們的 越南人真的比較舒服 不管在哪個方面都是 可是他們的軍人也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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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購完安檢 然後進來這邊就是免稅店的 這邊也有 VAT Refund Counter 但是我們在越南的 戰鬥力太差了 真的是不知道又蠻少 這是什麼 越南機場不大呢 位置也蠻少的 這一間 那你等一下要拿出你的 登記證 還有你的信用卡給他刷 好 這邊有三個立牌 越捷 長榮 跟新航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貴賓室 JCD進來的是這個 送鵬 這邊是越捷進去的 兩邊不一樣喔 哈囉 可以查看我的貴賓帳 可以使用這個VIP房子嗎 可以查看你的貴賓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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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這個LUNGE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吃的 這邊看起來很不錯 有這個 白香果 還有蛋糕 布丁 起司蛋糕 這是荔枝蓮子湯 有西瓜水果 火龍果 火龍果 水果盤 水果盤 然後有飲料 還有牛奶 還有優格 然後咖啡雞 乳片 茶 激水雞台 春捲 雞蛋 芬菜 三明治 還有壽司 起司 火腿 法國麵包 各種醬 這邊有白飯 西飯 大陸麵 這個檸檬魚看起來很讚 我覺得這個貴賓室很讚耶 平JCB卡就可以進來 而且這個是免費貴賓室裡面 我覺得CP值最高的 因為之前我們去大阪 也有用JCB卡的貴賓室 裡面就是放一些小餅乾 汽水雞台 這樣子 這邊有熱食耶 而且它還有線座 然後它後面還有那個調酒吧 而且景觀很好 這邊很棒 強烈建議大家把信用卡也放到你的出國清單裡 整個空間也很舒服 因為它是挑高的 我們之前去大阪 它是一個隔間 就沒有很舒服 然後這邊整體空間很明亮 環境很多綠質 而且這邊看飛機的視野很好 因為它是在二樓 而且這邊裡面有按摩椅 超爽 哇 這個冰水看起來超讚 超超讚 我跟你講 嗯 裡面喔 根本就是Buffet等級的 你知道嗎 你齁 你會去看影片 我覺得你一定會賭行瓜 我為什麼沒有帶我的JCP 我有看人家的網誌 裡面很豐盛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一定要給大家看 超棒 我就跟你說這個你一定要進去看 我跟你講之前去那個大阪 喔那個是非常normal 就是給你飲料給你見過就沒了 你知道嗎 光是裡面一進去有 喔那個小姐姐特別漂亮 我覺得它放在Buffet的價格的話 我覺得在台灣賣個 五六百 差不多 不過分 加一層之後可能是五百五之類的 我覺得OK 我覺得是完全值這個價錢 而且它那個空間很舒服 因為它是在二樓 所以它比這邊的景色還要好 裡面人多嗎 喔裡面的人都是像那種高端的客人 蛤 這邊就很吵雜 我不是很習慣你知道嗎 喔真的啊 我們快找出來囉 我怕你無聊啊 你是不是想說 真希望可以再多吃點 會啊但是 今天早上吃太多了 今天早上也很好吃 我真的很想再吃一碗 它那個姓祖佛看看 我是因為 我知道我今天進不去了 所以我早上要多吃一點 慢慢的後悔吧 誰叫你沒有帶信用卡之外 我不會後悔 我已經把信用卡 寄在我的代辦事項了 哈哈哈哈 那什麼 你以為這個是那個香水啊 對啊 不是啦 我想說我想看一下這邊的價錢 這個到底是幹什麼的啊 放東西的啊 這很像很帥以前老人家 譬如說在裡面放什麼珠寶啊 還有貴重物品 放價值的啦 這個是那個嘛 酒孔嘛對不對 這個之前在紐西蘭超多的 然後各種的咖啡啊 G7啊 芳果乾 欸 這個 這個牌子的巧克力 這個不知道怎麼賣齁 這個我記得在莊櫃賣的話是380 應該會貼價錢 應該會貼價錢 26美喔 26、3、62 700多 這個耶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我認識 這個我認識 喔這個就沒貼價錢耶 好啦反正機場都是買方便啊 對機場是買方便 對啊我覺得它貴也是合情合理啊 完全不奇怪的事情 它這邊就是有各個牌子的巧克力 這個是什麼啊 糖絲捲嗎 應該是啦 這是我們的那種龍鬚糖之類的 這裡啦 喔這邊有這個 一樣是大罐嘛對不對 下一罐多少錢 3 35美 339 欸比較快 還是一樣啦 機場就是買個方便嘛 對不對 OK啦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 摩卡 摩卡 它那個是貓咖啡 它這個就是 他們把那個咖啡豆餵給這種動物質 然後在它的胃裡面發酵 然後等它拉出來之後你再去撿 就是跟那個射箱貓是一樣意思啦 對 只是這邊用的是另外一種動物而已 對 我們剛才也看到這個價錢了 對 多少錢 這個價錢是19塊 我就想當你大概20塊的美金 600 兩個半小時的飛行後 又回到台灣啦 對我們來說 人生 就像一段旅行 一直在出發 也一直在歸來 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遇到不同的人 我想 這就是旅行的意義吧 給自己一個出發的理由 人生 可是沒有那麼多的下一次喔 而且 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新鮮事呢 不信嗎 您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在他吃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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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看到這邊的你們 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會盡力的回覆喔 記得下一次再跟我們一起出去玩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週見 掰掰 你看他這邊這個 這有自己一個櫃耶 Pokemo trading card 你不知道 這就 對啊 他有自己一個櫃耶 這個東西在這邊 地位真高 不錯